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非常感谢孙建筑师的一个介绍 也非常高兴可以有这个机会 可以到大东讲堂 就是大东艺术中心这边来 分享我自己的 对于在建筑方面的一些的看法 那就是刚好这阵子 我来高雄也还蛮多次的 确实有看到了非常多的一些改变 那我提供一个树木制 来给各位民众来做参考 刚刚就是我们在刚开始前 这个影片里面有提到说 我们高雄市立图书馆在短时间之内 有募集到75万册的 大约75万册的图书的 树木制背后的意义 那我这边所举例子 就说一所大学的图书馆 像我们中原大学 那个成立了50几年 快60年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图书 差不多大约100万册 大约100万册 我们已经成立了50 差不多55 56年了 那我们差不多100万册 我们先不看一些资料库 属于电子资料库的 树木制上面者来看的话 我们差不多100万册 可是我们花了50几年 而刚刚的那什么高雄市图书馆 好像是一两年吧 刚成立到现在应该是一两年 还是两三年了 有75万册 这个是满显著的 满显著的 所以你们不知道 看刚刚的那个树木制 你们不知道有没有感觉 但是我看起来是非常有感觉的 这么多的测速在短时间之内 可以募集到 这件事情是非常有价值的 是因为一栋图书馆 它最主要的藏书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刚刚的那个影片的 里面我看到了 我就觉得 哇 这个真的是 就是高雄非常大的改变 那也意味着就说 我们对于像刚刚的那样子的 一个改变 其实上是 就说是这阵子是非常的蓬勃的 那这个是我感受到的 这样子的一个活力 还有这样子的一个非常 就是非常好的一种的成果 那今天者到这边来的话 那我会针对日本的建筑师 他们的设计志向 来加以说明 那在我的那个什么大的标题上面 我个人是觉得说 其实那种建筑设计本身 它会呈现出一种力量 而这种的力量 它可能是无形的 它可能是无形的 可能在座有一部分的先进 你们可能是从事建筑方面的工作 可能是建筑师 或者说建筑的从业人员 那有一部分可能是别的专业 但是我这边所要表达就是说 其实建筑设计 建筑这件事情 其实上是它会改变我们的社会的 那假如说我们拿日本建筑师为例来看的话 这个是我们现在 就是我们这所看到的日本建筑师 对于这高雄者而言的话 可能就是那么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那种市民主场馆 就是一东风雄 这在这边的一个主场馆 其实是它的非常重要的一些的作品 这在高雄 就是但是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日本建筑师 它不仅仅是在 就是它不仅仅是在高雄 其实则在台湾 有非常多的地方 都有日本建筑师出现 而这么多的日本建筑师 他们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的特质 到底是什么特质呢 那这个是我们就是近几年来 这所看到的 这很活耀的一些日本建筑师 从刚去世的丹下建山 黑川记张局如清训 到80岁的盛文宴 及其心原广师 70岁的 像我们台湾比较熟悉的是 安藤忠雄 还有伊东李雄 等等的 那藤森造姓也算 在台湾算也算熟悉 但是他们都已经70几岁了 然后六十几岁的 像魏妍舞 像魅导和氏女的建筑师 还有团祭宴 那什么设计我们中正机场的一旗 还有日愿台的 向山游客中心的团祭宴 也六十几岁了 然后我们可能会 比较听到的比较年轻的 像板茂 他刚得不利之客奖的 他是五十几岁的 那守种贵琴 西泽立位 他们都是五十几岁 然后我们也经常听到 很活耀的 像藤本壮介 平天晃酒 时尚春夜 这个都是四十几岁 甚至连三十几岁的大西麻贵 也都是很活耀的 日本建筑师 那这么一群的日本建筑师 他们所呈现出来的特质 到底是什么 或者说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我们有什么可以值得我们学习的呢 其实日本建筑师他在台湾 则而言已经还蛮长的时间 那这么长的时间的里面 其实早在1985年的时候 他就有到过台湾 那跟台湾的建筑师 同时办了一个展览 叫做开东和西 我站到上面来 他办了一个展览叫开东和西展 那在这个开东和西展的里面 这就把当时的 就是说属于那个年轻一代的建筑师 跟台湾年轻一代的建筑师 这就一起办个连展 这就一起办个连展 那那个时候我还在念书 我那时候是在念书的 那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看到了 这在当时期左手边的 是台湾的建筑师 而且是那个时候很年轻的建筑师 像可能各位有听过的 像那个李祖元建筑师 像潘济建筑师 像玉兆川建筑师 像李俊仁建筑师 只在那个时候算是年轻的建筑师 那在那个时候的 的一样是年轻的建筑师 这有谁呢 像我们所看到的安藤忠雄 十三修武 三本离弦 一东离雄 都是那个时候所谓的年轻建筑师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开始会注意到 我们刚刚看到的 那么多的一些知名的建筑师 其实在1985年的时候 其实跟我们是一模一样 跟我们的台湾建筑师 那个时候的台湾建筑师 是一模一样的 都可能都三四十岁 正年轻的时候 可是隔了到了现在20多少年了 对 就说2020多少年了 我们就会开始注意到 在刚开始那个时候 来的那 就是说那些年轻建筑师 然后我们台湾的年轻建筑师 之后的表现 之后的表现 会有什么差异呢 假如说我们拿这个的来 就来看的话 那个时候的一些 就是日本的年轻建筑师 可能现在都在国际上 就是开始展露出他们的才华 不管在法国 瑞士 西班牙 意大利 德国 美国 其实这都已经算是 国际知名的建筑师 所以刚刚孙建筑师讲说 他们已经有得了七位 就是普利茨克奖的建筑师 那也包含了他们 对 抱歉 就是也包含了他们来台湾 就是他们来台湾 像刚刚讲的一东李雄 就是试运组藏馆 然后台中歌剧院也完工 台中歌剧院也开幕 然后还有台湾大学社科院的新馆等等的 他们也都在 不管在欧洲 或者说是在台湾 有非常多的作品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开始 会注意到一件事情 这就是说在三十年前的 年轻的日本建筑师 他们现在只在整个的世界上面 整个在国际上面 其实很活跃 但是三十几年前的 我们的年轻建筑师 现在在国际上 有比他们知名度高吗 假如说我们拿人口数来看的话 就是普利斯克讲 刚刚讲有七位 而在日本的人口数是差不多一千一百万到一千两百万 我们把算一千两百万好了 他们人口数有一千 是一亿两千万 他们人口数是一亿两千万 我们台湾的人口数是两千三百万 我们是他们的差不多是五分之一的人口数 假如说用人口数来讲的话 就是照人口数来讲的话 我们平均只要去 这么多人口一定 就是说一定会有个很有才华的建筑师 照理讲我们也应该轮到一位了 照理讲我们也应该轮到一位 可以获得普利斯克讲的建筑师了 因为他们一亿两千万有七位 我们两千三百万 照理讲可以有一位到两位了 可是我们有这个实力 或者说可以放置在国际的竞争上面 可以获得这样子的一个的殊隆吗 其实这个是我们值得 我们去做一些思考的 而在这么多的建筑师 他们的整个的设计表现的里面 他们有哪一些的特质 就是他们有哪一些特质 就是在他们的整个的从事 建筑师的生涯 整个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他们所呈现出来的呢 这个是我个人觉得 就是说他们的一些的建筑师 有一个还蛮特殊的一种的特质 而这个我们平常可能比较没有注意到 而这种的特质可能成为 我这边整个推测 可能成为他们在世界上 可以会受到一个好的评价的原因之一 那这个的特质是什么呢 我个人就是接着要说明的说 可能是他们的对于在建筑设计的过程当中的 一个传统跟文化意识 这个的特质可能是蛮强烈的 我放一张图 这个是在Vitra 可能建筑师先进里面一定晓得 这个是Vitra在欧洲非常有名的家具设计的公司 还有他们的厂区 他们叫Vitra Campus 那在这个Vitra Campus里面 他们分别请了很多国外建筑师来做设计 可能建筑师先进里面一定晓得 其中一栋是日本建筑师设计的 其中一定是日本的建筑师所设计的 那可能很多其他专业的先进 你们可能不容易了解 但是你们也有可能会 感觉上猜得出来 是哪一栋 哪一栋是日本建筑师做 这是分别是四位建筑师 不同国家的建筑师所设计的 可能很多人一定看得出来 或者说猜得出来 其实是这栋 其实是这栋 而这栋会 就是这为什么会被认为 这个叫日本建筑 所以说这为什么会被认为 是日本建筑师所设计的 那为什么 就是比较少人选这栋 比较少人选这栋 可能有人会选这栋 就是说可能有人会选这栋 但是我猜应该很多人会选这 就是说这栋 为什么 他们就是你们从这样的四张相片的里面 你们就是似乎可以看得出他有某种的特质 而这种特质 这就是我们一般的印象 说这个看起来就是日本人做的 而那种特质到底是什么呢 他这样的一个特质跟他们的文化 跟他们的传统到底有没有关系 其实这个是还蛮值得去做一些讨论的 像在安藤忠雄的这个作品的里面 他不仅仅把他的这栋建筑物 跟周围的环境有了充分的结合 他在这个整个设计上 也加了非常多的巧思 例如像在这个的清水混凝土 就是清水混凝土的墙壁上 我们会看到会有非常多的这种的叶子的 一个烙印 就是烙印在这个墙壁上 而这是清水混凝土 那清水混凝土 他会这一拆模 只会看到有这个叶子的这个的烙印 其实这就表示说 他在煮那个 就煮那个钢模的时候 那个叶子 他就已经把它放在里面了 他就已经放在里面了 那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说 虽然说 只在安藤忠雄的设计的里面 它是一个大的理念 说我要跟环境要融合 可是也看到非常多的细腻的巧思 在这个里面被呈现出来 而这些是不是日本建筑师的特质呢 我们看他们的传统建筑 就是说可能各位先进 就是说去过日本 就是应该都会看过 这些全部都是世界文化遗产 不管是基路城 金阁寺 平等院 不然就是说不然就是属于那个土木设施 水利设施 水利设施的南山寺水陆阁 其实这个则都到目前为止 这到目前为止 这都是非常经典的传统建筑 传统建筑 而这些传统建筑则在我们现在 我们当然不可能盖出这种房子 我们当然是不可能的 也可是他们这样子一些传统建筑里面的优点 他们是不是有传递到现在的建筑师的身上 他有没有渐渐的移转 可能潜移默化的 移转到他们现在的建筑师的身上 其实这个是值得我们去做一些思考的 而我个人是觉得有的 是有的 像这些都是他们传统建筑的 这个非常经典的表现 可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他们的现代建筑 这个我们这边讲的都是 都是这几年才完工的当代建筑 那这些建筑物本身 跟刚刚的传统建筑有没有关系呢 对 有没有关系呢 这个值得我们去做一些思考 那我后面则会针对这个例子 来加以说明 这个例子你们现在看 这个是法龙寺保护馆 在国立东京博物馆里面的其中的一栋 叫做法龙寺保护馆 你们看这栋建筑物 你们一定觉得这是现代建筑 对 方盒子 几何形 非常的简洁 用了玻璃鸦的材料 整个是你们先有个印象 这我先跟你们先说明 这栋建筑非常传统 非常传统 你们看得出来吗 你们刚刚看到的是平等院 金格式 那个是传统建筑 整个是这栋建筑 非常传统 它跟日本传统建筑 它的相似度非常高 你们可以看得出来吗 你们可以解读得出来吗 这就是我想要说明的一个议题 其实我们一般看不出来 但是当你经过 就是说一些说明的时候 你们可能之后会恍然大悟 原来这栋建筑很传统 那我待会会做 就是会做说明 那这样子一个的过程 其实是有一个发展的 一个时间序列的 是有个发展的时间序列的 我们晓得说刚刚看到的 像金格式那种的传统建筑 绝对是好几百年前 那好几百年前一直演变着到现在 它其中它会碰到一个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 就是他们的传统 以木构造者为主的这种系统 这种的匠师的这种的系统 这种的技术的系统 还有这种的营造 还有设计的观念 到了18世纪19世纪的时候 碰到西洋的建筑的观念了 西方的建筑观念开始进来 而这种西方的建筑观念 进来的时候 为什么他们没有经过 非常大的巨变 像我们的话 像台湾的话 就是现代主义进来的话 我们传统建筑就断掉了 通通都改成现代了 我们现在所有的设计的观念 全部都是以现代主义为主的 我们以前的传统可能都不在了 就像我们现在住的家 我们的住宅 你们现在各位先进住的 你们的家 跟日据时期的 我们的老祖先住的家 有没有关系 甚至只能往回推 跟清朝 跟清朝的时候 我们的老祖先 所住的住宅 有没有关联性 其实大部分都无关 都无关 因为我们战后 就在整个战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之后 我们整个的住宅的设计的观念 完全是接受那个时候的美国 他提供台湾非常多的援助 的这种的过程 我们叫美元 在美元的过程当中 他教我们的怎么设计住宅 而他们教我们怎么设计住宅 当然是用他们以前的观念 他们的生活形态 所以我们才会现在 是住在我们现在的住宅平面的里面 那不然的话 我们会延续下来 而这种现象者在日本 其实是没有的 所以你们会现在去看到 他们自己的住宅 纵使是在东京的高层住宅 你们进去之后 你们可能都会感觉到 某一部分跟他们的传统住宅 是一模一样的 其实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 有非常大的改变 而为什么则在他们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他们没有因为现代主义的进来 而改变了他们 就是他们的传统 被舍弃掉呢 其实这样的一段历史 我个人觉得非常的重要 那在他们接受到静态的时候 我们会从江户幕府那时候 开始讨论起 就是我们都晓得了 知田信长 封城秀吉 德川家康的战国时期 三个人打完仗之后 德川家康战胜了 把整个的日本的首都 迁移到江户 江户就是现在我们的东京 那德川家康那个时候就开始建设 整个的全日本 就是这不仅仅是东京 建设全日本 做了非常大的一些的改变 那开始建设 那在这个时候 在建设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 他们的国势开始强盛 在江户幕府的初期是强盛的 那那个时候 他们传统的技术 传统的观念 都没有问题 他都一直发展 一直发展 一直发展 那可是呢 我们一定晓得说 一个政权 它发展了非常久了之后 他们会产生问题 所以他们到了后来 就是我们看到的西洋 西方国家开始来了 西方国家凭借着他们的技术 然后开始要求通商 要求贸易 这要求非常多 可是那个时候的幕府 江户幕府 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抵抗 所以他们先锁国 的先锁国 那可是呢 这样子的一个锁国 其实并没有办法解决 他们跟西方 在技术上 观念上 还有非常多的 做法上面的差异 而这件事情 在那个时候的江户 的 就是里面的主政者 是没有意识到的 反而 在比较偏远的 几些诸侯 他们意识到了说 要改变了 而这种的改变 他们就开始寻求说 我不排斥西方 我就开始 引入 可能西方的技术 西方的观念 所以那个时候的 就是西方的技术者 专业者 开始进入的到日本 而这些人 可能都是在 就是江户幕府的末期 他们所做的一些的事情 然后 当然江户幕府 则被推翻了 则被明治政府 则所取代 那明治政府 他 他开始上来了之后 他历经图治 他就开始建设 整个的日本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开始看到了 他不遗余虑的 把西方的一些技术 一些的观念 引入着到日本去 马上着要跟西方同步 那个时候我们就 听到一个的名词 刚刚的那个诸侯里面 其中一个叫福泽玉吉 福泽玉吉是日本 清英大学的创办人 他那时候就提出了一个口号 托亚入欧 他们要脱离亚洲了 就说我日本不属于亚洲 我日本属于欧洲 其实这个的观念 其实则就是在 显现了他们那个时候 要整个建设的一个过程 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们开始看到了 有非常多的 所谓的西方的建筑的观念 开始进来 开始进来 而这些开始进来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日本建筑师 所盖的 因为那时候根本没有建筑师 在日本没有建筑师 都是西方的土木祭师 工程师 然后有一些地方 是有建筑师开始进来 像横滨 就开始有建筑师了 来帮忙设计这些建筑物 而在那个时候 由于他们其实不懂西方 然后他们只有传统的 木构造的这种的经验 所以那个时候的日本的技术者 因为我们还 就是我们还不能讲建筑师 那时候则就是 则日本的技术者 他就在开始去模拟西方 所以那个时候会有出现的 所谓泥洋风 我在模拟洋风的建筑物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看到了 有一些西方建筑上面的 一些的特征 对 例如像这栋建筑 我们看到了回廊 外走廊 这种的空间形态 则被他们给 就是给融入进来 然后他们的整个形式 还是很日本的 但是他们开始融 就是开始融合 可是我们也不得不去说明说 在这个的过程当中 他们完全不懂西方 完全不懂西方 所以他们只能一直模仿 模仿模仿模仿 这个没有办法成为 建筑师在做设计的时候 的主要的一种的理论 然后呢 他们整个的社会 由于不断的想要去学习西方 而且他们意识到了 这就是说 在整个在学习西方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先从学问 先从学问开始 那假如说一个国家要富强的话 富国强兵的话 要从学问开始 所以那个时候办了非常多的大学 非常多的大学 就开始设立了大学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大学需要老师啊 所以他就从美国 从欧洲 就是欧洲 那什么欧洲 不管是法国 德国 英国 荷兰 请了非常多的老师 走到日本去 设立大学的同时 请了非常多的老师 去那边教一些学问 所以那个时候就可以开始看到了 就是很多的西洋的知名的 就说一些学者被聘请过去了 这从学问的角度开始建立起 他们的一些知识的一种的学习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建筑开始萌芽了 那最早的一个是 在英国的一个学者 也是建筑师叫Konder 的这个人 他就到了这日 就是这日本 他除了担任了这日本的 他们工部门的顾问之外 他也成为了 他们那个时候的设立的建筑系 第一所建筑系 就是东京大学建筑系的 里面的老师 这个是东京大学建筑系 的那个建筑的外观 那那个时候 他到日本的时候 他才几岁 其实从那个时候来看 他才24岁 他20岁 非常的年轻 这被聘请的到日本去 然后他当他们的顾问 他的工部审 就是工部审 就有点类似像 我们的营建署的这个单位 当一个顾问的时候 他也担任着工部大学校 工部大学校就是 现在的东京大学 那里面的建筑系的教授 开始把他所学到的 在欧洲的所学到的建筑的 教育的这套系统 搬到日本来 所以那个时候才有所谓的 培养着日本的第一代的建筑师 那些这个时候 才开始有这件事情 那空的他等于是日本的建筑教育之父 因为他是最早的一位老师 然后他也设立了建筑系 然后这个建筑系一直传递着到现在 这也是日本算是非常好的 非常知名的 然后在他整个的一个把西方的建筑教育的制度 带入到日本的时候 他也建立起日本的建筑教育的体系 这个是日本的建筑教育的体系 对 例如跟艺术者有关的 他们称为计划 像建筑计划 都市计划 建筑史 建筑艺匠 建筑理论 通通属于艺术的 属于技术的是构造 对 构造跟材料 不然就环境 建筑工学或者说都市工学 这是属于技术 然后最后的要透过设计 来就来就来把实践出来 这个是他们的整个建筑学的体系 就到目前为止 还是照的这种的方式 就是还是照的这种的方式 没有改变过 而他设立了建筑系的时候 他自己也在从事创作 所以你们去东京的时候 你们可能则在东京车站的旁边 在丸子内地区 你们可能会看到一栋叫301号馆 301号馆的这栋建筑物是 三菱财团第一号的建筑物 这个也是日本的第一栋的办公大楼 办公大楼 301号馆 这个301号馆本身 你们现在看到的是被复原回去的 本来因为战争的原因 还有整个的整个时代的演变 很多旧建筑都被拆掉了 原本现地是完全没有 但是由于30这个的财团 他当时在盖301号馆的所有资料 图的资料 文字的资料 保存得很好 所以他们有原图 他们就他们造的原图 通通把它复原回去了 那当然这个的复原背后的有一个 都是个都市更新 这块土地的容积 其实是在后面 其实是在这 所以这块土地 它的一个土地的价值 像是没有减损的 像搭的土地价值还在 那它这个这都是KONDER 它所设计出来的 那它所培养出来的建筑师 其实刚开始的人数是不多的 这是第一届 那在第一届的建筑师里面 就是最有名的实际上是陈也金吾 就是陈也金吾的这位建筑师 那陈也金吾者就是这个样子 那它的第一栋的建筑物是 那个什么1896年的 就是它的日本银行 但是就是我们最有名 我们通常晓得的是东京车站 这个在1914年的东京车站 是陈也金吾者所设计的 这个是这日本 自己培养出来的建筑师的地位 他在那个时候的建筑系的学生的里面 人数很少 然后他是他那些 那么同一班里面的第一名毕业 他是第一名毕业了 那当时的他们建筑系毕业的学生 一定先去当公务人员 他们一定先去当公务人员 然后他就去公部门了 做那个官方建筑的设计 那可是他做一做之后 他不喜欢当公务人员 他就自己独立出来开业 所以陈也金吾者也是第一位 独立出来开业的建筑师 所以陈也金吾他南瓜的非常多的 第一者在当时期 那他所设计出来的那个东京车站 其实非常具代表性 那可能很多先进去过东京很多次 你们可能分得出来 假如说你七八年前去东京的话 你们看到东京车站是这个样子 可是你们现在去看的话是这个样子 它的差别是差别的在哪里呢 原本陈也金吾的原设计是这个样子 可是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东京不是经过盟军的轰炸吗 东京车站的屋顶三楼被炸毁了 而原本非常华丽的穹龙顶就被炸掉了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 由于他们经济不好 他们就是非常快的要把它盖回去 所以他三楼没有盖回去 然后他用斜屋顶把它非常快的盖回去 经过了四五十年 可是他们后来就开始注意到了说 我们现在就是那个时候 就是七八年前 就说我们七八年前东京车站 怎么不是陈也金吾刚开始的原设计 那他们这个想法出来 那也配合着他整个丸子内地区的 整个的都市更新 所以他们把这栋建筑修回去 陈也金吾他在做设计的原貌 所以你们现在去东京车站 看到的是三层楼 三层楼 那三楼是作为那个东京饭店 很有名的饭店 东京饭店很有历史的东京饭店 然后穹楼顶 这也把它修回去了 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 这样的东京车站 是1914年 陈也金吾设计出来的原貌 不再是七八年前的 看到的斜屋顶 其实不再是斜屋顶 那他们会 就是会这样子做 其实也象征了 他们对建筑师 陈也金吾这位建筑师 原先的原设计的尊重 原设计的尊重 那确实陈也金吾是在 就在日本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建筑师 他设计了非常多的建筑物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最有名的是东京 就是东京车站 那现在东京的丸子内地区 就是以东京车站 这围中心的 周围的 其实一直都在做独自更新 所以你们以后再去的话 你们可能都会看到 这边都有好多高楼 对 全部都会 不管是它的背面 它的正面 它的很多高楼 统统都会出来了 统统都会出来了 那这个是最重要的 可是呢 我们也不得不去这样注意 陈也金吾这么优秀 全日本的第一名的建筑师 他所受的建筑教育到底是什么 他所受的建筑教育到底是什么 其实那个时候陈也金吾 他被空的这所教授的建筑观念 是什么呢 我们从现在的角度来看 非常典型的 所谓的历史主义的这种设计的观念 什么叫做历史主义的设计的观念呢 这就是说我在做设计的时候 我要先去观察 我要先去学习 古典建筑里面的优点 例如希腊建筑 罗马建筑 文艺复兴建筑 然后把这些 我们看到历史中的 西洋的非常优秀的作品 我们拿来改变一下 转换一下 变成我们的设计 而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其实某种程度 我们从现在的角度来看 是一种模仿 是一种模仿古建筑 而在当时期 由于这么一批建筑师 我们把它称为叫明治时期的建筑师 他们都是国家的精英 培养出来的时候 当然是要帮国家做设计 所以重要的建筑物 都是国家的建筑物 而那时候 由于他们的国力比较强盛 所以他们要设计出来的建筑物 他们都要去表现 整个国家的一个强盛 所以在整个建筑物上面 他们喜好安定感 威严壮丽的感觉 那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 那什么古典建筑里面的文艺复兴 还有巴洛克的这种的样式 这一类的古典建筑 是他们经常使用到的 经常学习的对象 而这样子的一套的设计的方式 是那个时候包含了陈也金吴 也都拥有的观念 我从古历史 而这个古历史是西洋的 是西洋的古历史里面去学习 那些好的作品 再来做设计 所以那个时候看到的 他们的作品几乎都是这个样子 我们假如说可以用个比较快的一个 的类比 我们的总统府 其实我们总统府是不是 这就是像这样子的 类似的类似 用红 就是红 就红砖 然后用很多的这种 这种的灰色的线条 然后非常多的一些的装饰 我们总统府就是 总统府的建筑师是陈也金吴的学生 我们台北的总统府 设计的建筑师是陈也金吴的学生 所以那个时候的建筑师 他们想要表达国家的时候 其实他们所引用的元素 引用的观念 其实是西方 这是西方 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很多建筑师就开始意识到了 就说 我要做国家的建筑物 可是我都是做 拿文艺复兴的样式 文艺复兴最主要是在意大利 我又不是意大利的国民 其实开始会有一些建筑师 开始会意识到了 就说 我怎么学习的对象 这都是西洋的国家 那他们就在想说 那我们的日本呢 我们的日本到底是什么 所以这有非常多的建筑师 开始去思考了 什么叫做这日本的特质 那我先跳到一个比较快的 进入到1937年的 这个的例子里面来看 这个是1937年 在巴黎的万国博览会的日本馆 那一位建筑师叫板昌准山 板昌准山 他设计了日本馆 那这栋建筑物我们从空间 还有整个的结构上面 整来看的话 他是跟现代主义 像科比义独立柱 现代建筑的五大原则 的那个很类似 独立柱 然后墙与那个什么结构脱离 自由平面等等的 这个是很类似 但是呢 板昌准山这位建筑师 他在他的侧墙的部分 打了一个鞋格子 那很多人会不懂啊 科比义的元素里面没有斜格子 假如说我们看科比义的作品的里面 那板昌准山是从哪里来的呢 他把日本传统名宅的里面的外墙的一种的形式 把它套用在1937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的日本馆上面 假如说各位先进你们现在去日本的乡下 特别是海边 是海边的乡下 假如说是以土构造 就是土岗 这种土构造者为主的建筑物的话 它的外墙几乎都是这个样子 而这样子的鞋格子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主要是为了保护那些土 它里面是土构造 所以都是土砖 而土砖很怕海风 它特别是风有盐分 这会风化 所以他们为了要保护那个土 他们把灰色的瓦贴上去 就是像我们一般现在在贴外墙的钛鲁是一样吧 把它贴上去 可是这个瓦它会剥离 就是它会掉 所以它在拿灰泥去压这个灰色黑色的这种瓦 这再把它压上去 然后它就把它勾成是斜的 这种的传统的做法是在日本的民宅很常见 而且现在这都在 所以你们随便去看一定拍得到 你们一定拍得到 可是刚刚的那一位板昌准山建筑师 把它运用在这个建筑上面了 其实我们这就可以看到这位建筑师 明明是在做个现代建筑 可是他也意识到了日本的地域性的这种特色 那这样子的一些的做法 其实这就让我们意识到了 其实有些建筑师 其实有些建筑师 他们会把日本的特质 他会把它加进去了 那这样子的一些的尝试 其实早就开始了 早就开始了 我们看到则在他们刚开始的建筑物 开始有西洋建筑的观念进来的时候 其实他们有些建筑师就开始在做尝试了 他们把西方的一些的空间 还有着日本的装饰等等的把它组合起来 那有开始表现出现现代的和风 或者说他们把西方非常古典主义的平面 或者说非常机能式的平面 这个就只对称 然后这种对称的平面的外观 套路着他们传统建筑的屋顶 然后像这种其实就是说非常的多 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了蛮多建筑师的 其实早就在做这样的一些的尝试 他们我们看到了 这个是银行 就是很机能性的 因为银行是很机能性的 我要存钱 我要领钱 我要贷款 它都是有办公室的一个流程 这个很机能的这种的平面 但是它套用到的日本传统建筑的形式 这个是法院 其实这也是一样 像这样的一些的情形 其实则在刚开始的时候 19世纪的初期的时候 其实早就已经有了 到了19世纪 20世纪 其实这样则都有 然后另外的 我们也看到了 则在当时期 他们有重要的建筑 就是他们的国会议事堂 就是我们 等于是台湾的立法院的意思 就是立法院在做设计的时候 他们一定要代表 他们的国家 一定要让别人 一看出来这个 这就是日本的立法院 所以他们针对的 他们的国会议事堂 做了非常多的讨论 然后最后完成出来的议事堂 对 似乎融合了 全世界所有的建筑的 样式的集合体 你看这个上面的这个塔 其实日本建筑根本没有像这种 就这样一级一级一级的 这种的塔 其实他就把它放在 他们国会议事堂上面了 所以我们用这个例子 也都可以看得到 在当时期 他们在怎么样在透过建筑物 来表达他们的这个一个国家 的时候的一个议题 那这样的建筑师在开始 不断的在讨论 不断的在做尝试的过程当中 建筑学者 他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刚刚我们有提到说 很多的日本建筑师在讲说 我不想学习意大利的文艺复兴 我想学日本 那问我们的传统建筑在哪里 就是日本的传统建筑在哪里 其实则在当时期 根本没有人研究着日本传统建筑 所以那个时候有个学者 叫伊东中泰 他开始研究了法龙寺 就在奈良的法龙寺 然后他研究完之后 他写了一本书叫 法龙寺建筑论 那法龙寺是在日本最早的 一栋木构造的建筑物 非常经典 那伊东中泰他就看 他就研究他们自己的传统建筑物 那他所得到的结论是 法龙寺的里面的建筑的柱子 他的缩柱 他的柱子有到顶部 有缩起来的这种的做法 跟希腊建筑的神殿 就是巴特隆神殿 希腊建筑的对于注释的那种设计 其实一模一样 那他会提出这样的一些想法 其实主要的是想要让日本建筑物 晓得说 在日本的传统建筑 其实跟希腊建筑同等重要 你看这个建筑学者 对担负的使命有多强烈 怎么样硬是要把他们木构造 跟希腊建筑 把它连结在一起 虽然说我当然看不出来 这个跟希腊建筑有什么关系 这个是照着他的论述的里面 有关系 那他就让日本建筑师 他就开始意识到说 原来我们日本建筑 跟西方的古典建筑 一样充满了智慧 一样伟大 像这些都是学者做的事情 所以你们以后听学者讲的话 你要先看看他背后的意识形态 他可以把一件事情 把它掰得 这就让你觉得很伟大 很伟大 然后呢 他确实是不错的学者 然后他把我们一般讲的architecture 从原来的赵家 把它翻译改名叫做建筑 所以建筑 就是建筑系 就是赵家学系改成建筑系 赵家学会改成建筑学会 改成建筑学会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建筑系的这个字 是日文 这是日文 从日文的汉字演变而来的 那伊东宗泰它本身 它也会从事设计 所以它在竹地本院室的设计的里面 它把所有当时期的人类文明里面的 各种的建筑样式 全部结合起来 那设计出了一个叫做竹地本院室 那我们一般去竹地 当然是去吃寿司啊 去吃寿司 那我建议各位 吃完寿司走个三分钟 去看竹地本院室 刚好消化一下嘛 就是走个三分钟 刚好去看竹地本院室 可以看到当时期伊东宗泰 它那个时候认为的日本建筑是 包含了所有的人类文明的 所有建筑形式 所有建筑形式 把它组合 就是组合起来 那那个时候 他们就说不断地讨论 他们的建筑样式到底是什么呢 而这种会有这种的讨论 这也是因为他们的国势开始强盛了 这就开始强盛 他打败了全亚洲的大的国家 中国 还有另外的俄国 他打败了 所以整个国家整个强盛起来 那整个强盛起来的时候 他们开始去追求 他们自己的国家的形式 那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 有非常多的建筑师 提出了非常多的一些论点 这些都是他们归结出来的 他们都是归结出来的 那我想这个都是不同的 这种的观念 而可是呢 共通性而言 他们都会认为说 民族性是很重要的 民族性是很重要的 这个大约在20年代 就是差不多1920年代 30年代的时候了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成为了 在那个年代成为了 官方的建筑师 思考建筑设计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议题 非常重要的议题 然后就在 他就说建筑师在考量样式 应该要客观思考 要变化等等等等 这就成为了他们一些的论点 那当然我们则也晓得 随着他们国家的一个强盛 有另外一个负面的开始出来了 军国主义开始出来了 所以刚刚讲的官方的建筑物 开始被导向了 所谓的推崇帝国的这种的观念 非常军国主义 侵略者为主的这种观念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有 所谓的帝观师 帝国的皇冠 所以那个时候有非常多的 一些的建筑物 这都被设计成为帝观师 而我们分析那时候 帝观师的建筑物的产生 其中的非常大的原因 这都是因为评审委员 都是评审委员 这么一群评审委员 他们这都希望有 这日本的设计 还有有那么日本式屋顶的设计 而这么一群评审委员 几乎都是东大的 几乎都是东京大学的教授 其实一群 等于是福音政权的教授 所以我们会看到了 那个时候的建筑物 这个是神奈川县 就是横滨的神奈川县的厅社 我们去查出他的评审委员是谁 同一群人 这么一群人所选出来的建筑物 绝对一定要这样子 然后而且他的 来参加的建筑物一定要这样设计 不然你不会入选 不然你不会入选 你看这么一群人 其中最重要是左眼力气 这个就是最重要 所以地外样式则在那个时候 30年代的时候开始出来 开始出来 这个是他们官方表达 这个是国家 这个代表民族的一种的 就是说一种的样式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的现象 其实是在当时期 是非常明显的 非常明显的 那我们则再举个例子 这个则就是刚刚讲的 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本馆 的本馆 它那个时候参加的 几乎都会是这样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但低屋都是斜屋顶 然后最后完成的 是这个样子 你们去看 你们现在看到的本馆 一定是这个样子 这在那个时候 做完成的 可是呢 我这边又要讲了 刚刚才就是一群 东京大学的福音政权的教授 并不表示东京大学 没有反省的能力 批判的能力 他们的学生 那么一群教授里面的学生 叫前川国南 前川国南这位建筑师 他就宁愿冒着就说 我宁愿输掉 但是我要告诉老师们 因为都是他老师 我要告诉老师们 现在整个世界 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所以他在那个时候 参加的时候 他提出的是这个样子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落选名是这个人 落选的是这个样子 他落选了 当然落选 就是因为 他们的老师都不喜欢 那也意味着是什么呢 其实年轻的学生 通通晓得说 整个世界思潮的改变 根本不是你们老师们 讲的说 要有个大帽子的 这种斜屋顶的建筑物了 而且你们都在帮政府讲话 是不对的 就是说年轻人都晓得 而那个时候 我们看到西方的 现代主义的大师 都对他们有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他就做这件事情 然后他就宁愿输掉 那当然他输掉了 那当然他输掉了 他就没有 但是呢 他的这样的一些的做法 其实对后来的人 有非常大的鼓励 这个可能没有很明 就是很明显 这个是他的一本书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钱穿国男 他的次标题 这个没有很明显 贼君之将 贼君之将 非常好的名词 贼里面的将 其实是非常好的 就是非常推崇的名词 贼君之将 就是非常推崇的名词 钱穿国男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开始看到了 其实在当时的整个的社会 除了官方一直都在想 斜屋顶的那种大帽子之外 整个是民间 特别是年轻建筑师 其实已经注意到 整个时代的改变了 而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则又开始看到了 另外一个现象 关东大地震 就是1923年 关东大地震了之后 其实因为倒了 非常多的房子 那些房子全部都要重建 那在重建的过程当中 就是这不可能用刚刚的 全部都是盖大屋顶的 那种的观念啊 就是因为要做重建的话 绝对是要非常快速 然后而且资源不多 所以那个时候 合理性这件事情 就合理性这件事情 这被当时的建筑师们 这都理解到 说我不可能跟着 我们老师那样做了 因为我们在做重建的时候 我们还在画斜屋顶 画那个大的这种屋顶 这好像很不合理啊 然后那个时候 年轻学生 虚口舍己 虚口舍己 他也一样去欧洲 然后他去了欧洲时候 一样跟着他的老师 去看 就是雅典的巴特隆神殿 刚刚那个什么 一东中泰讲的 这就是这栋 这些柱子的设计方式 跟法龙寺一样 等你们下次有兴趣 你们可以去奈良比比看 再跟这栋来比比看 刚刚一东中泰讲的 则就这栋 这个的柱子上面会缩 就会微微的缩上去的这种观念 则在法龙寺也有 对也有 他是讲这件事情 然后他才讲说 法龙寺跟巴特隆神殿 其实是一样有价值的 跟希腊建筑一样有价值的 那现在我们看曲口设计 就是曲口设计这位建筑师 他去欧洲旅行的时候 看完了这栋建筑 他的感想跟他上一代的老师们 完全不一样 上一代老师们他也看到说 好感动哦 我赶紧回日本做设计 设计出个巴特隆神殿 可是这位年轻建筑师 他的感想完全不一样 说这栋建筑不可能在日本发生 因为这日本没有这种土地 没有这种土壤 没有那种社会背景 就是会盖出这样的一些作品 绝对是社会背景的影响下而出现的 而在日本没有 所以曲口设计他就回去了之后 他就说我要重新认识我们这块土 那这样子的一些的现象 其实蛮多建筑师都在做的 那会他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其实都受了合理主义的影响 关东大地震受合理主义的影响 的这种的结果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看到了 蛮多建筑师他用明快 单纯减数的这种的方式 来表达出和风的感觉 就说一种和式建筑 一种传统的感觉 那在就在20年代30年代的时候 我们一定晓得现代主义已经萌芽 就是已经萌芽 而且是整个建筑设计的思潮的主流了 绝对是主流了 这个是在欧洲 就已经成为一种主流 所以那个时候的年轻建筑师们 他配合了现代主义的里面的合理主义 理性主义的这种的观念 重新认识他们的传统 进而寻找出新的建筑的表现方式 这是年轻建筑师所做的 而其中呢 他们所做的尝试是什么呢 我们就会看到 他们比较重视内部空间 他们并非重视外部空间 他的外在的形式 而是重视内部的空间 而以内部的空间来传达出一个 在日本的这种特质 而内部空间到底是什么呢 刚刚的取口设计 就是去巴特隆神殿前 看完之后觉得 这栋建筑物不能在 他不可能在日本产生的这位建筑师 就是取口设计 他就是研究茶室 在日本有很多传统建筑的类型 宫殿 庙宇 住宅 非常的多 其中的有一种类型叫茶室 的茶室 那在这个茶室 它背后的其实是一种茶道的精神 而在日本的话 茶道的通常是一个上流阶级的人 一个休闲活动 就是说一个休闲活动 就是一个喝茶来修养生性 一个休闲的一种活动 而它是一个喝茶的一种的仪式 而举行这种仪式需要有空间 那种空间则就叫茶室 这就叫茶室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最早的这个茶室 这个是1582年的这个茶室 可能各位先进你们看完之后 可能会觉得 这个传统建筑很简洁 它没有什么装饰 没有什么装饰 而也确实的 只在茶室的建筑的里面 其实它都没有什么装饰 那我们假如说分析这栋建筑来看的话 它只有两铁 所谓两铁就是两个榻榻米 只有两个榻榻米 空间不大 它四片墙 那有窗户 然后有退缩进去的一个凹的空间 上面它通常是放一幅画 或者说摆一盆花 让你欣赏 那就坐在里面 两个人喝茶聊天 看着这幅画 就是茶室的这种的空间 而茶室这种的空间的本身 其实从以前到现在 其实一直都有 而且成为了 就是日本建筑师 他想要表达着日本传统的 这种的特色的 非常重要的一种的类型 非常重要的一种的类型 像你们看这个 这边是它的路 这边的路口 这边的路口非常小 那我待会说明 那我举这个例子 这个是谷口吉森 非常典型的现代主义大师 就是谷口吉森 他在丰田市立美术馆 等面设的 就是他所设计的 那在这栋建筑 除了他的美术馆之外 其实他自己也设计了 那种什么一栋茶室 而在这个茶室的里面 他把传统建筑的 所有的构建 简化 不断的简化 不断的简化 简化到最单纯的 最必要的构建 他才留着 所有的线条 全部都已经简化过后了 他传达出一种现代的 这种茶室的空间 那我们另外再举一个例子 这是左川美术馆 那就是左川美术馆 就是那个宅吉辩的那家公司 他们所设立的企业美术馆 那他的建筑师叫 越级左卫门 就是越级左卫门 他在设计他的美术馆的旁边 也设计了一个茶室 我们就我们一般去看这个美术馆 绝对没问题 你们都可以去 但是茶室不容易去 对 因为什么 这个茶室是在旁边的水池 隔绝开的独立的一栋 独立的一栋 那假如说你们则要去的话 是要从美术馆 走个地下通道 然后会有专人带你们去 这个要申请 专人带你们去 然后则才过 就是则才过得去 然后去的时候呢 你们会注意到 这边是一个的路口 这个路口还算高 可是真正路口在这 真正路口是在这 为什么进入茶室要这么麻烦 这我明明可以走进去的了 那这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其实这茶室是一个 非常仪式性的空间 其实它所代表的是什么 外面是一个世俗的空间 进入到茶室里面 是一个神圣的空间 所以当你从世俗到神圣 你一定要有个过程 这个的过程通常 就是路口变很小 你一定要侧着身 弯着腰进去 神圣神圣的空间到了 那你就进去了 那进去的时候 你看 这就是那个门 这个门 它还有 它就在水面上 用那个跳石 所以你还不小心走到水里面 你还要 就是会把那个水印给踩到石头上 然后再进来 然后进来的时候 走走走 你们就看到了 茶室 哇 这个茶室非常有意境 非常有意境 刚刚不是讲说 它旁边这都是水面吗 水面这就在外面 整个这全部都是水 全部都是水 然后 它的这个水 跟这个 这个的茶室的空间 这边 是有玻璃的 但是这个玻璃 你可以 移动 可以让你 整个把它打开之后 室内外是连通 其实可能很多现金人 有说 你不移动 我也晓得是连通 因为这片玻璃也太大了吧 这片玻璃也太大了 真的是很大 去那边 你千万要注意 容易撞到玻璃 因为你分不清楚 它在哪里 像刚刚去的那位老师 就撞到了 就破掉了 还好这片玻璃的没破 那不然我们惨了 我们去参观一下 要赔多少钱 他就 他就看看那 他不晓得这片是个大玻璃 他就是个大玻璃 他还真的撞到了 然后撞到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吓坏了 那每个人吓坏 有人是 就是吓坏 他的有没有伤口 有些人吓坏 就是这片玻璃 有没有怎么样 全部都吓坏了 这片是个大玻璃 这个则都可以打 全部都可以打开 让它通 那我们另外看到了 真正坐下来是在这个的地方 然后这边是榻榻米 那榻榻米的外面 非常粗 就是非常粗糙的岩石 可是这个的岩石 会碰到榻榻米 你们有没有觉得 这个边缘好奇怪 怎么有些水横在这 他说建筑师的设计 没有做好 水渗进来了 水渗进来了 所以周围湿湿的 刚开始会以为这样认为 但是实际上不是 他其实上这位建筑师 真的是厉害 虽然说越级左卫门 这位建筑师在台湾 可能没听过了 你们应该没有听过 越级左卫门 好厉害 他把这个非常粗 就非常粗糙的石头 到了边缘就开始磨 磨磨磨磨 一直磨得很亮 就是磨得很亮 接榻榻米 接榻榻米 哇 这个是非常好的设计 因为榻榻米是软质的 它的那个材料是软的 粗糙的这个石头 就是非常的强 一个很强 一个很软的话 当你碰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对比会太强烈了 很不舒服 成为很不舒服 所以它在边缘的这个部分 把它磨亮 让它慢慢地过渡过来 让这两种材料的本身 它不会产生一种对比性 你看这就叫做设计 这个很厉害的一种设计手法 很厉害的设计手法 然后它自然而然 这就过渡出来了 这边非常的亮 这边就做来这边 做来这边看着外面的水 然后当然有一个 这个凹进去的空间 然后一幅画 那你就静静地 做来那边喝茶 看着外面的水 这种是一种意境 所以茶室是很多的 就是日本建筑师 他在表达传统的时候 一种类型 而这样子的一个的现象 则在现在都有 藤森造信则在台湾也很有名的 藤森造信他做了非常多的茶室 像这个是其中的一个茶室 他这个茶室位在他自己的家乡 的郊外的山上 他盖了一个茶室 这个茶室非常简单 就是一根树木 然后他很有机型的一个房子 一个小房子 把它撑在上面 那完成之后是这个样子 撑上去 把它撑在上面 这个上面则就是茶室 那这个是冬天 这是夏天 因为像这个我去过好多次 就冬天也去 夏天也去 他就看这栋建筑物 然后他就伸出来 然后看着山下 景观非常好 就是景观非常好 就看着山下 然后你们设计茶 是一定要设计烟囱 是因为要烧水 烧水用碳 在里面烧水 所以那个碳 你们一定要排掉 不然你们喝茶 两个人喝完喝完 这就出不来了 特别是外面很冷 你们就好 一直就说一直烧碳 一直烧碳 就喝完之后 自然来就睡着了 就出不来了 所以一定要做这个烟囱 这个绝对要用做烟囱的 这个一定要 这是烟囱 然后我们会看到这样子的 它其实非常简单 两根树木 就把它排起来 然后把它设立出来 这是我们这所看到的 然后这在室内 你进去都是这个样子 你可以把它打开 然后打开就看到下面 刚刚的烟囱在上面 它整个会通 然后室内外是连续的 那刚刚只会看到的 有这个 这边 它是这样子 这边有一阶 这边有个梯子爬上去 再一个梯子爬上去 那就在里面喝茶 当你进去的时候 这喝 就是这喝茶的时候 服务的人员 就会把这个梯子给拿掉 就会拿走 对啊 其实一定要拿走 因为你们在神圣的空间 你们在神圣的空间 怎么可以跟世俗的空间 连接起来呢 所以当你们在喝茶的时候 这个梯子它会拿走 你们就脱离了 你们就在神圣空间 你们在喝茶 所以喝茶还有另外一个 要注意事项 你们手机一定要带 其实不然服务人员 他会忘了把梯子夹上去 你们下不来 好 再开玩笑 但是这个要注意 这个一定要注意 因为喝茶的时候 这边它会把它拿走 因为它这个是个象征 这个是个象征 就是你们一定要独立出来 你们一定要独立出来 那这边是我看到的 然后另外我们只在看 另外的一个茶室 这个茶室是设置在一个 艺术村的里面的一个茶室 没有刚刚的那么高 可是也是它的设计的 一些想法很类似 这就一根树木 上面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形态 一个很有机的 一个像小木屋的那种感觉 然后刚刚的是春天 这是夏天 这是冬天 这是这个样子 然后就是由于它是个艺术村 所以这边有蛮多的一些建筑师所设计 像安藤宗雄 他的一个小的美术馆在这 然后他就一样是注入着在这边 然后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 它一样是分两阶 先小小的爬到这边之后 再爬上去 你们喝茶的时候 它是拿掉这边的楼梯 这边楼梯一样要拿掉 让你就独立的在上面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 它这里面有个茶室 你们就进入到茶室去喝茶 这就像这样 它会拿掉的是这个 这个则会拿掉了 我们就独立着在这个的里面 这个小空间里面 才在静静的喝茶 看着外面的樱花 或者说看着外面的雪 或者说看着外面的绿意 那这个也是另外的一种的意境 它传达出来的 那我们现在这边看到的是 它架楼梯的那个的路口 然后这边是烧那个碳的 就烧热水的 那个的一个瓮 就是等于是 那什么那么突出来的 那个瓮 像这些 然后进入到室内的话 就像这样 你可以把它打开 那就室内外都可以通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 其实它都 整个的空间是非常的简单 然后它强调的是 跟外界要隔离 然后室内外空间要连通 像这样子的一种表现的方式 那实际上在非常多的建筑师 纵使现在 其实也有非常多的建筑师 都会做设计 都会做设计 而且这个是他们在表现 一种传统精神的 非常重要的一种的类型 像我就是前阵子 上上星期则去成都 看了魏延屋在成都市里面 盖了一个博物馆 叫知美术馆 知事的知 的知美术馆 然后这个里面 魏延屋就设计一个茶室 然后那个什么大陆人 他完全不懂说 怎么美术馆里面有个茶室 那走我去 走我就非常清楚 其实魏延屋想要表达什么 虽然说他那个的茶室 他就整个把它转换成 另外一种的材料 变成四面都是玻璃 然后是坐落在水面上的 这种感觉 但是他里面放了两个榻榻米 让你喝茶 其实这个是很 就是很想表达着 日本的精神的一种的空间 对于一般人可能不了解 说怎么这边会有个茶室 一个美术馆 为什么会要有个茶室 一个博物馆 为什么要有个茶室 其实不是很了解 但是这个是日本建筑师 他们经常做的事情 那这个是室内 我们网上看的时候的情形 那这个是我们正在从里看的 那另外一个茶室是 悬吊起来的茶室 这是悬吊起来的 他就用这两根 然后用绳子把它拉起来 他绝对要独立开来 因为他喝茶 是要跟世俗把它 就是把它脱离开来 那他的梯子在哪里了 是从这儿 这边会有个梯子 爬上去 那你要钻进去之后 好吧 那个服务人员 又是把梯子都给拉走了 那你们两个人就在里面 晃来晃去 晃来晃去的 你们就好好地去喝茶吧 你们就在里面 这会晃 这会晃 这个是会晃的 这个是会晃的 晃来晃去的 在那边喝茶 那看着下面的风景 这个是腾生造性 他的家乡 就是他的家 所以他都在 他的周围的 那什么郊区的山上 来当做他的一个 实验的一个场所 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另外一个的茶室 那曲口舍己 他研究茶室 他也把这样茶室的精神 把它设计在 他的那个时候的 住宅的作品上面 那像这样子的一种 的一种设计的方式 还有这种表达传统的方式 其实是在当时期 30年代 跟现在的建筑师 一直都在做的事情 然后另外有一位建筑师 30年代 有一位建筑师叫吉田五十八 他选择了跟茶室很接近的 叫树济屋 的这种的建筑类型 那树济屋 他的这种的建筑类型 其实就是等于是跟 武士这有关的建筑物 可能是武士的家 可能就是说 可能是书院的里面 这有关的建筑物 那这种的建筑物 其实现在这还有 这都还存在的 而这种建筑物的特色是什么呢 他这个建筑物 传统建筑物的里面 他原本的一些的装饰 已经拿掉了 就是因为作为武士 你们是右手 拿那个作为武士 拿那个作为 就是每天都带着 一把武士刀的那个武士 就是他们住的房子 他们不会有太多 华丽的装饰 因为武士精神 其实不会有华丽的装饰 所以他本来建筑物 他就已经是很简洁了 然后他把这些线条 不断地简化简化简化 成为了这个 他们所谓的 现代的数据物 的这种的做法 而像这种的做法的本身 其实他在当时 已经做了一些的尝试 而这种的尝试 其实我们就把它呈现出来 像有河风的感觉 像你看这个我们去日本的 他们一些的旅馆 你们进去之后 你们一定会有 住到这种的旅馆 那这种旅馆 这为什么看起来像河市 这为什么看起来像河市 这像这张 这为什么看起来像河市 很多人讲说 有榻榻米就叫河市 或说有木头就叫河市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 视觉上面的关键 所有的线条 转角的 都被用木头 大部分都用木头 给定了一个线角 这个则就是刚刚讲的 数据物 现代数据物的这种的做法 所以看起来像河市 所以看起来像河市 而这种做法 我们现在都在用 我们就我们现在都在使用 的这种 就是要表达传统的话 其实也都在这样使用 而且你们去日本 假如说去住 就是说一般家庭里面也有 或者说去住旅馆的话 其实也都有这样的现象 蛮常见的 蛮常见的这样 甚至有 其实有些它跟户外的关系 然后这都把它表达出来 虽然说户外 其实都是很都市化的环境 但是它也硬是做出了一个 室内到室外的一种空间感 像你看这个的空间 我们一般叫阳台 这个是他们这个不叫阳台 这个叫圆侧 圆侧 那它这个你看摆了两个沙发 它就让你休息了 不是走廊 我们就是我们一般 我们以为它叫走廊 像这些都是日式空间的 里面的一个特性 而且室内外是连同的 然后呢 会就会住到这样子的一个 的一个日式空间的里面 桌子摆中间嘛 没有床嘛 那真正睡觉的时候 是在这边铺垫子的睡觉 那好 这个也是 那什么也顺便问一下 请问当你要睡觉 你的床 你的头要朝哪里 你的头要朝哪里 这边是电视 这边是窗户 那我站的位置是路门口 这边是墙 这边是门口 这种空间 四四方的空间 床要铺哪里 换你们来铺的话 你们会铺哪里 就是铺的时候 这个桌子一定要搬到旁边 你们会铺哪里 其实有人是讲说 我不要对着路口 等待有些人说 我要看电视 我要头在这 我要看电视 然后有些人 我喜欢看着自然 我要头在这边看 就是看这边 那有人会讲说 我的八字应该是要朝 就是朝哪一边 或者说有人会这样认为 他们也有不同的 的地方会有 就是在日本不同的地方 会有这样子 就是活着的人是朝一边 死的人是朝另外的一边 有 这会有这种 这种很地狱性的讲法了 非常地狱性的讲法 活着的一定是朝那边 那你刚好 那个德 德话就朝这边 那假如说 当你一了解这 哇 你更紧张啦 这我哪晓得 你这个村庄 是什么规定 那我们去日本旅行 我们还先问你们村庄 死人睡哪里嘛 我们绝对不会这样问嘛 就是我们一晓得之后 我们更紧张 然后就 生怕睡错方位 生怕睡错方位 这个我们 我们宁愿不要告诉我们 但是 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你知道吗 其实你们根本 德都 德都不要管 他扑哪里 你就怎么睡 你就不要去移动他哦 其实我都不敢移动 因为我生怕他们这边 这个村 这个聚落的 风土民情 跟另外一个聚落不一样 对 那什么纵使 我都觉得这好怪 明明电 明明电视之内 这我头朝 这我怎么看啊 这我怎么看啊 对啊 你看头在这 我拍照的时候 故意把这个被子给掀开 说枕头在这 这我怎么看电视啊 因为睡觉前 一定要看一下电视嘛 根本不能看 然后 然后我摆在真中间 头没有的靠着 脚又悬空 其实很多人会睡不习惯 但是 你们这睡久就习惯了 我现在好自然 他们一扑完 我躺下去 马上就睡着 我根本不会管方位 就是他扑哪里 你们就怎么睡 你们不要再把他 就是说依赖一去 就依赖一去 这个其实这也是 他们传统建筑的 那刚刚这所谈的 他们用茶室 他们用树济屋 的这样子的一些的做法 他们实际上 他们背 就是背后 有没有一些 就是说 就是说一些 哲学性的思考 的这种观念 在里面呢 其实我这边也带入一个 就是有一种观点 这个观点叫日本人论 那什么叫日本人论呢 这就是说 对于日本的民族 这么一群人 他们有没有什么集体的特性 而这种集体的特性 其实从明治时期开始 就有非常多学者在研究 其中有一种的特性是 他们的美学意思 美学意思 而日本人论 其实这就是我们经常 只会看到的 你看我们去日本 我们一定会看到 很奇特的现象 那我们就会对他们 有一些解释 就是他们是怎么样 他们是怎么样 这个的 这种的现象 其实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像我们会看到 他们很奇特的 像各位我不晓得 你们喜不喜欢相扑 相扑好有趣 这我好喜欢 但是你们看得出来 他的乐趣吗 对两个飞飞的人 推来推去 有什么好玩的 对有什么好玩的 但是充满了乐趣 充满了技术 充满了技术 但是你们可能不理解 就是说 这有什么好玩的 你看 就是两个人比较比较 还这么多人 这么多人 这么多人在看 其实还真的很有趣 假如说你们就觉得 就是说 假如说有机会的话 你们可以去 你们可以尝试去坐到前面 前面一点点 然后你就看不满意的 则就把坐在下面的垫子 丢上去 就是丢到那个 他们叫图表 其实他没有人理你 因为丢这个是你的权利 就是你喜欢的选手输掉了 你去丢那个垫子 所以你会经常看到一些 他结束之后 一个人输了 垫子通通飞出来了 这个你唯一可以发泄的时候 赶紧丢 你看 很好玩 还有非常多的很有趣的 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说明 很多的我们透过书籍 我们去理解他们 则会觉得很奇特 然后我们会有非常多的一些的学术性的书 或者说是一般的书 从不同的角度 则来去讨论他们 然后也 就是说也有非常多的学者 提出了一些的看法 那当然我们则也晓得 他们是很奇异 但是绝对是不陌生 这个是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 他去了日 他就被驻派到日本了一年的之后 写了一本书 其实日本很奇特 但是其实不是很陌生 因为经常见到 甚至于就是说日本 我们经常拿来成为笑话的一个对象 这些笑话可以集结成一本书 你看看世界怎么笑日本 光笑话就可以集成一本书 然后日本人还不甘心 说你有怎么笑我 则再出另外一本书 叫做《被误解的日本人》 说我们不是这样子 请你不要笑我 你看像这些书都在 都是一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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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他们都不断的解释 然后有别人书在讲他们什么 他就不断解释他们是谁 像这样子的一个的现象 这样的一个的学问 其实他们叫做日本人论 他们叫日本人论 日本人论其实现在讨论非常多 像这本中文书也都翻译出来 他们这个日本人论的里面 像南博这位教授 他就讲出了 其实爱好自我定义的民族 其实这是日本 然后他们就说 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 是讲求集体主义 然后他不同于欧美 重视语言跟逻辑的沟通 然后日本人讲究表面服从 或以心传心的非语言的沟通 等等的 这些都是他们所认为的 其实日本人 那以心传心的这个非语言 我举一个例子 这个你们可能比较容易懂 在日本我们经常听到他讲嗨 他讲什么嗨 讲什么嗨 可是嗨有两个意思 嗨的两个意思是什么 一个是同意你 一个是不同意你 他都讲嗨 你怎么判断他对他讲那个嗨 是同意或不同意 这就在于你理不理解他们 你要把他讲话的时候的表情 他讲话的前后文 他讲话的时候的动作 那个时候的氛围 你整体来判断 他讲了嗨 好吧 那我就不讲话了 你就不要一直讲说嗨 哇他一直嗨就说 哇你完全同意我 你们千万不要这样认为 因为他嗨有两种用意 第一个是我同意你了 我同意你的观点 第二个嗨的意思就是说 我理解你的想法了 但是我不同意 他的嗨的意思是说 我理解你的看法了 但是我不同意你 嗨 所以像这些事情 你们就要去拿捏 所以有些时候像那什么 就是像日本 可能跟建筑师有关系 其实跟日本建筑师 在做合作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晓得 这个奥妙的之处 不然的话 你们会跟他好难沟通 因为他绝对跟你讲嗨 就是他怎么样都不做 你要讲的那件事情 你会觉得很怪 你明明都已经讲嗨了 那你为什么不做 这个是我们跟日本建筑师 在做合作的时候 其实这个奥妙 你们一定要了解 然后而且 我听过非常多的例子了 我听过非常多的例子了 就是说他们跟日本不能沟通 其实日本建筑师 怎么会是这样 我讲说明明这个是好的日本建筑师 怎么会跑到台湾来 都每个人都变坏人 其实我觉得这个 就是非常大的关键 因为你不理解他的语言的讲法 而这件事情翻译会翻不出来 翻译会翻不出来 这个就非常典型的 就是这个 就非常典型的这个例子 而我们最常见的 我们也经常听到还蛮多的 就是菊花语剑 或者说菊花语刀啦 这个翻译得非常多 像菊花语剑就是一个 我们就是算最早的一本书 在讨论日本人论的这样的一本书 它在讨论的 就是日本的民族文化的模式 这种书其实都有 虽然说有些人会觉得说 这个菊花语剑的这本书 是有一个政治企图的专书 这句话怎么讲呢 就是因为潘乃德的这位人类学者 就是人类学家 是麦卡舍他战胜之后 到了日本之后请来的一个人类学者 请他说你帮我做研究 你帮我了解一下 其实日本人有什么特性 那其实有很多人质疑着 就是说这本书是要合法化 就是那个 就是麦卡舍要统治着日本的一本书 因为他研究出来的时候 他就讲出一个结论说 日本人有着义务的体系 人们在被动接受义务的同时 也产生了恩惠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换成我美国人来统治你了 你要感恩 他先用这种学术的论点来告诉日本人 说你们要感恩 因为你们以前都对天皇感恩 那你们现在对我美国人也要感恩 像这样子一个论点 其实有人提出来质疑过了 但是这本书算是我们还蛮常见的一本书 去了解在日本人 那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其实在我们生活这招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这个你们可能会看到 会看到有非常多的景象 像这位小朋友 你们一定晓得他是小学生 在小学生穿得好正式 就在等电车 那你们可以感受出来他人生的压力吗 他压力好大 这个很典型的日本小孩子 某一些类型的日本小孩子 他从小就被赋予了一个 的一个期望说你未来一定要干嘛 他压力好大 而且这些人一定是被期望进东大的小朋友 因为你要进东大 一定是要从高中开始准备 那你要进好高中 一定要进好国中开始准备 那你要进好国中 一定要进好小学开始准备 那进好小学 你一定要进好的幼稚园开始准备 那你还没有进好的小子幼稚园 你要非常好的你的个人的生活 就是追溯到源头的通通都要好 然后另外讲的 刚刚讲东大 就是东大入学考试一生只有一次 没有重考 其实东京大学的不收重考生 因为他们的入学规定的里面 年满18岁是其中的一个条件 那意味着什么 你的人生不能出错 你的人生不能出错 你18岁重要考试生你还出错 那你当然不行 没有重考 所以东大没有重考生 没有说我今年考不好 明年再来 没有 因为他限定只有18岁 这个是东大的规定 所以你不能出错 所以就是每次看到这种人 我就觉得好可怜 他一辈子不能犯错 不能犯一次错 这个好可怜 那这样的一个现象 其实还蛮普 就是蛮普遍 那其中的一个 一个会讨论到日本人的美学意识 那美学意识的里面 我们就看到非常多的学者 他用非常多的学术性的探讨 去讲刚刚的像茶道 贤极 简树 知足 何创一自然 然后一个黯然的空间 一个贤枝 简树 是一个非直接的文化 像这些他都用哲 就是用哲学的层次来把它表达出来 刚刚看到的那个茶室很简洁 背后是一种精神状态 然后他们是一种美 他们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美 然后而且是一种伦理观 哇 你看这个整个都连结起来了 然后你看像这么多书的里面 都在强调出了 我们看到的刚刚的那种茶室的精神 那种简树它是一种美 我们明明是一种仪式 就是一个空间 只是他用这样的角度来看 把它变成是一种美学的观念 所以这就会认为说做那些事情 在那个空间的里面 是一种美的这种的象征 那这样的现象 其实在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 的物品上面当然有很多 然后我们最直接的是他们的料理 这个料理是可以吃的 这个是可以吃的 只是说我们刚开始还不晓得 真的是有点舍不得吃 是可以吃的 然后而且这样子一个的料理 它本身有十大原则 它有十大原则都在这里面 美的造型就是发挥欲望的功能 激发创意的装置 还有固定的圆形 都要统一 还有摄取不舍 像我们经常都会这样子 就是到底要吃哪一个 就是摄取不舍 然后是愉快的发明 然后灵机应变 当我这个碗破掉了 我换另外一个 你也不晓得 这个都是灵机应变 都可以换 那有益的文化 还有清晰的杯子 我们这样平常吃的 这样子的一个套餐 其实它的背后 有这样子一个十个原则 在里面 而这个原则就呈现出来 是一种美 是一种美的这种象征 这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 我们平常看到的 所以在他们的生活的里面 其实已经隐藏了 刚刚我们所讲的 有实用的 也有精神层面 精神层面 而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其实到目前现在也有 像你看 这个是在解释什么呢 这个是在解释他们的便当 那我们对于日本的便当 我们最常诟病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吃冷的便当 他们便当几乎都是冷的 我们都会搞不懂说 你为什么便当会吃冷的 就是饭不叫吃热的吗 结果他提出一种理论 就是因为冷才好吃 就说因为冷才好吃 是因为什么呢 这个讲的也有道理 冷的时候你的 就是各种食材的原味 你才吃得到 它不同的食材嘛 它便当里面有不同的食材嘛 原味你才吃得到 这个是这个味道 这个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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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吃得到 你全部都热热的 或者说我们台湾都是固固的 你根本分不出食材啊 那你能有什么食材在里面呢 通通混在一起啦 通通混在一起啦 所以你看这个是 这个是他们的价值观 所以他们的这个观念的里面 全部的都是 以那个 就是 来解释他们的观念 然后另外 当然还有很多人说 为什么每次便当上面 都要放个污眉 然后这边就在解释 真正的角色是什么 他就讲说比较香啦 只有杀菌的功能啦 哇 这个雾眉还有杀菌的功能 然后也比较香 因为他把它闷在里面 打开肉 其他会有个香味 都会比较好吃等等 这些咬一堆啦 那些 那这些全部都是他们 他们这样子一直延续下来 延续下来 就是在他们的各种的 生活的状态之中 都呈现出来的 而这种都跟美 是连接着在一起的 像这样的一个现象 来理解 刚刚我们在30年代的时候 他们一群建筑师 他们以茶室者为主 来做一些思考的 就是表达传统的观念 其实是很贴近的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这就是他们的传统建筑 桂梨公 被西方的现代主义的大师 给重新解释 在那个时候30年代的时候 现代主义的大师 他们因为受到纳粹的迫害 因为现代主义 其实有点社会 就是有点社会主义的倾向 而在德国 因为是纳粹 他不允许社会主义倾向的 这种的观念 所以他们有些建筑师 像Paul的这位建筑师 他就先有一阵子 就到日本去了 那他到日本去的时候 他就看了几栋建筑物 看了伊士神工跟桂梨公 看完了之后 他非常的推崇 这是伊士神工 那伊士神工我们是看相片 伊士神工你平常进不去 是因为什么 我们顶多站 我们顶多站在门口 我们顶多站在这个的门口 那从侧墙看进去 是主要的原因是伊士神工 他只能天皇才能进去 人是不能进去的 而天皇不是人 对啊对啊 其实天皇是神喔 天皇不是人喔 其实天皇不是人喔 所以伊士神工 只有天皇才能进去 只有神才能进去 所以我们一般人是进不去的 我们就是我们一般人 是完全进不去的 但是我们会看到相片 我们可以看到相片 然后现代主义的大师 就是那個Paul 还有Gruppis 他到了日本去之后 看了伊士神工 看了桂梨公 他就非常的推崇 桂梨公在京都啦 那他就非常的推崇 套在他的自己的笔记上面写的 清楚的竹梨 然后玉殿清纯般的 的一个建筑 如小孩天生无邪般的 打动我的内心 到目前为止 充满了无限的憧憬 就是有着感动流泪的印象 但他看了这样的一个建筑 很感动 然后他就认为说 桂梨公的美 根据在一个简术 然后这种的美 它是可以理解的美 而且是有伟大艺术价值的美 而且这种的美 不是一种形式的美 是看到背后的 无限的一些思想跟精神 他的这句话 他写了这些文章 回到德国了之后 他一发表 就让全世界都非常的赞叹 说在日本有桂梨公有意识神公的这种建筑物 那这时候日本建筑师来开始警觉到 原来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建筑物 他也 就是日本建筑师也开始意识到说 原来我们的传统建筑 跟你的现代主义 因为他是现代主义的大师 你们两个的想 就是这栋建筑跟你的想法 原来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很自然的 把传统建筑跟现代主义的思想 连接起来就化成等号 这就化成等号 而这种现象 则在角换成我们的亚洲的另外国家 例如说中国 在那时候的中国完全抗拒抗拒抗拒 中国传统建筑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建筑 你们西方算什么吗 就那时候是抗拒的 那时候是抗拒 所以你们后来才会听到 有一个话叫什么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这种的观念 这种观念背后是抗拒的 就是说我不想接受你 因为我很伟大 可是在日本的话 其实不是这样子 他们就很自然而然经过 这样的一个过程 把现代主义的理念 跟他们本来就有的传统建筑 连接起来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看到了 现代主义移转到 就是进入到日本的时候 完全没有阻力 完全没有阻力 然后也跟他们传统衔接 自然而然成为他们传统中的一部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看到了 那个时候像Globis 1954年的时候 他也写了非常多的一些的推崇 这种的推崇 然后这种的推崇 你看人与自然的合一 使用自然的材料 尊重没有任何装饰 还有非常好的细部的来表现出来 这些都是非常推崇的 而这是桂离宫 而桂离宫确实有他们所讲的那样子的一些的特质 确实存在着 而且确实是经典的一栋建筑物 那我们下次有机会可以去京都看桂离宫 但是桂离宫要事先申请 因为他每天有那个的管制 然后每次申请最多一次只能申请四个人 你来申请的最 就是最多同一批只能四个人 所以一定是个人去的 所以通常团体是不会去桂离宫 因为你们申请不到 因为申请不到 因为他会看你的email的住址 他会看你的 从你这边发出去的最多四个人 因为他们会去看谁来申请 最多四个人 那像这个你们可以去看 还蛮重要的桂离宫 像这样子的一个 那刚刚讲的圆策就是这个字 就是等于是这个室内空间的外面 这个叫圆策 它不叫走廊 因为走廊的日文叫廊下 那这个叫圆策 表示说这个是个空间 在日本传统建筑里面这个叫空间 不是走廊 这是桂离宫 你们都可以看到 那有了刚刚的那个国外的建筑师的推崇 到了他回到欧洲 再去推崇他们的传统建筑的优点之后 他们就开始把现代主义跟传统建筑连结起来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看到了 在现代主义的里面的观念 简术单纯纯粹 成为了建筑师表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然后他具体的把建筑的手法 例如说平面与构造的简术与明快感 尊重素材之美 无装饰左右非对称 与自然的融合规格统一等等 成为了当时建筑师在表达传统 同时也是表达现代主义的观念的一种的手法 那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的改变我们总结起来来看的话 在战前 就在战前的话 就会有不同阶段的这种的转变 在明治中期 大政时期 在战后的初期上面 会有这种几种类型的这种的差异 那到了战后呢 到了战后又有另外的一种的改变出来 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位建筑师 他叫丹夏建山 丹夏建山他就开始提出了一些批判 刚刚我们所提的就是说 传统的美是要靠感受的是一种精神状态 这是一种精神状态 只是到了战后 丹夏建山他就不以为难 他就不以为难 他就写文章 他就讲说 就说你们一直讲说 看了这栋建筑会流泪 就说可是我看完之后 一点激动的感觉都没有 怎么办 你们看了一直在流泪 我都没有 其实我都不会流泪 那怎么办 这时候他就开始打笔仗 他就跟那个新建筑的主编穿天灯打笔仗 一个是要感受的 一个是要说要用表现的 而丹夏建山他是比较重视表现性 他是认为说 我就要让你一眼着就看到 我要让你流泪 我要让你看得到 而丹夏建山是一个很会写很会做的建筑师 然后他就后来说 好 我做给你看的这一栋 这个是他1959年的香川县听设 在四国 香川县的听设 他在这栋作品的里面 他就传达说 什么叫传统 你一眼就看得出来他像传统 就是不会让你感受感受感受 这个他就直接在形式 在表现上面呈现出来 所以我们会看到他在这栋建筑里面 把木构造的 叫类似像斗拱的这种杆建 把它延伸出去 把它延伸出来 从那个结构的角度来看 这种的延伸是根本没有必要的 或者粮不用两根粮 只要一根就够了 这个全部都是一种表现性 他让你可以看到这个叫传统 那他就跟穿天灯在50年代一直吵架 吵着吵着吵着 另外一个人又出来 就在那边讲了 你们两个不要吵了 你们两个都是贵族 你们两个贵来 就是你们两个贵族 吵来吵去没有用 真正的传统在民间 这就引发了另外一个 民生与神文的这种的讨论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白景成衣 出来讲的是白景成衣 白景成衣他就出来讲了 就说你们两个都是贵族 因为他们两个背景 单下见山当然是贵族 单下见山是银行家的小孩 当然是贵族 你们两个讲的全部都是贵族在讨论 而真正的传统在民间 他就开始举例了神文时期跟民生时期 他们在历史当中的两个不同的年代 这个是神文时期的时候的遗迹 这个是民生时期的时候的遗迹 你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在民生时期的时候开始有围墙了 开始有聚落了 开始有城市 这个时候阶级出来了 典章制度出来了 这在民生时期 那这个是神文时期的那个时候 虽然说神文时期的时候还没有城市 还没有典章制度 只是老百姓就已经可以盖出这种房子了 你们去亲生的时候你们会去看 这个都是民众自己盖出来的 然后到了民生时期的时候 这就开始有点章制度了 这就开始有些规定了 而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就是这样子 这边是神文 到了民生时期的那时候 就是开始有历史的记录了 就是所有的开始区分有贵族的都在这个时候 而在这个时候根本不那么不分你我 都是民众 民生 然后之后再慢慢的发展成到现在 这是江户 明治 大政 昭和 平成 就是现在 而这么多的讨论 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看 我们用中轴线来画 用中轴线来画 刚刚的白景成衣他把民生跟神文 把它做个对比 我们用中轴线来画的话 这边这一类贵族 那贵族的代表是天皇 那天皇他代表的建筑是神社 他是直线 他是政治 他是贵族 他是白派 然后呢 另外那个相对的 神文时期的话是将军 将军是指德川家康 是指德川家康 然后他所代表的是寺庙 曲线 宗教的民众的红派 而腾生造性在1990年代之后 提出白派跟红派的 这就是刚好是呼应着这两个 而在日本的话 两个相对的颜色叫红跟白 所以你们在那个什么除夕的晚上 不是有那个叫什么 对 红派大对抗 然后换成台湾的除夕晚上的节目 叫做蓝绿大对抗 蓝跟绿 就是台湾是蓝绿两个颜色 但是在日本是红跟白 那这个是 其实两种思维 但是我这边所要表达的 这两类都是传统 都跟传统是有关 怎么看贵离宫 非常典型的白派 刚刚讲那个套他非常推崇 看了这会流泪的 这个的日光东照宫 德川家康去世后的 他的坟墓的东照宫 为了纪念他的东照宫 对 你有没有看到 一样是邪屋顶 但是充满了曲线 充满了装饰 这是红派 可是两个都是传统 那假如对照我们现在的白派 跟红派的建筑师面子来看 你们分得出来谁是红 谁是白吗 其实隐约分得出来 隐约分得出来 其实白比较多 白比较多 那我们拿代表性的例子 一个是谷口其身 一个是腾生造性 两个代表性的例子 这来看的话 白派 红派 白派 红派 这个可能会比较不明瞭 但是对照下来是这样看 这个是桂立宫对照出来的 白派的建筑师 然后这东照宫对照下来 红派建筑师 那不明瞭的可能会是这个 那我们就先看 强调理性跟周相的白派建筑师 法龙士保护馆的这栋建筑物 你们去的话一定是这个的路口 就说一定是这样走 走到这边 走到这边 再弯过来 然后弯到里面去门厅 然后呢 在刚刚我在比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们有没有发现 整个是很曲折的 然后而且它的空间的层次非常的多 从这边这样 就这样 从刚刚这样走过来 到了这边来 到了这边 到了这边来之后 这边又有柱子 这边又是平的 这边又是阶梯 然后阶梯过来 这边又是透明的墙 这边踩到室内 整个的空间的层次非常的多 而这种空间层次多 但是视觉上是连通 的这种观念跟他们传统建筑 其实一模一样 这个是夏木素食的家 这是夏木素食在东京的家 但是它现在因为 它的这栋建筑物 其实随着东京的发展 它当然没有办法在原地盖 所以它被搬到明治村 在艾滋县的明治村 夏木素食的家 在这个作品的里面 我们拿来做对照 从刚刚的这从它的路口 进入到这个法龙士保物馆的里面 的这个整个的路径 这所经历过的空间的变化 跟传统建筑 你要从门口进进进进进到里面去 就在进到里面去 其实一模一样 其实一模一样的 非常多的变化 非常多的曲折 然后就是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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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就进到它里面的某一个房间 所以从空间的层次性而言来看的话 其实法龙士保物馆 非常的跟传统建筑很接近 非常的接近 然后只是说它是用不同的设计的手法 它用那个什么路 它用路径的曲折 它用水 它用柱子 因为柱子的前后 它也界定出了两个空的空间 它用高低差 因为高低差也可以界定出两个 一个 两个 三个的空间 这些都是现代建筑的一些手法 但是界定出了空间的层次 然后最后你们看到的 回过头来 整个视觉上通的 这就像在日本和式的里面 你的门全部打开它就通了 全部通 在视觉上是完全连通 只是你过来的整个的路径上面 好复杂 然后也让你经历过 非常多的一些的层次 所以在Google 就是Google机身的这个作品的里面 其实它表达 传统建筑的空间感 表达得很透彻 很透彻 算是非常好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的表达 对它个人而言 有没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有的 Google机身 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师 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讲的 它有个更有名的爸爸 叫Google机郎 那我们去 国立东京博物馆的时候 这个是一群建筑物 这门口进去的时候 非常巧合的 非常巧合的 爸爸的作品在右边 儿子的作品在左边 这在台湾 应该没有 父子党建筑师 应该有很多 但是爸爸跟小孩的作品 刚好在面对面 得很少 因为通常也不敢 因为这是父子对决 因为都在比谁比较有能力 而偏偏 就说Google机身 年轻的时候 很压抑 所谓很压抑的意思 因为他爸爸太有名了 所以每次 别人介绍Google机身 他明明很有才气的人 那别人 每次介绍他 他就讲说 我是Google机郎的儿子 你是Google机郎的儿子 他都这样介绍 从来不会叫他名字 很有才气的人 得从小都是这样介绍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说 他早就考上建筑师了 可是呢 真正用他自己的名字 要挂他自己的名字 好像到70年代末期 80年代 才准用他自己的名字 不然他就挂他爸爸的名字 他压抑了他非常久 可是终于他透过这个作品 他证明了他比他爸爸好 证明了他比他爸爸的出色 这个就是这样 Google机郎 在进去的右手边 看到的是Google机郎 Google机郎建筑设计 你们一定看得出来 得还是走形式主义的 简化过的形式主义 来表现传统 可是他的儿子 其实不再看样式 不再看形式了 在讨论空间 你们就非常典型 这个看起来 其实是有传统的感觉 可是这个看起来 没有传统的感觉 但是体验过后 每个人都觉得他好传统 那也从此之后 Google机郎 则被称为 叫Google机生的爸爸 对 在介绍他的时候 他说Google机生的爸爸 所以Google机生 算那个时候 他开始算是比较好 终于证明了说 我比我的父亲还出色 相同的议题 而且刚好坐落在正对面 所以你们下次去博物馆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去看 两个父子对决的结果 你们一定要去看 这个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然后另外一次也说明了说 爸爸不要太厉害 这让你的儿子有点机会 那不然你儿子 这会好辛苦 在在座有非常多的建筑师 可能有自身建筑师 有年轻建筑师 就是太有名的爸爸 只会让年轻人觉得 压力好大 这压力好大 让些机会 让年轻建筑师可以有表现的机会 那红派建筑师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因为他都强调历史 强调地狱性 所以用自然的材料 传统的工法 然后都在建筑上面可以呈现出来 这个比较容易理解 他对于感情 土地的这件事情 他在他的作品里面都可以看得到 甚至于一些传统的工匠的 这种匠师的技艺 也都在现代的建筑里面呈现出来 那传统的这种材料 这个材料叫烧山 山木拿去烧 烧的叫碳化的之后 当作建筑的外墙 既挡风雨又好看 因为黑黑的 黑的很漂亮 这烧山 这个传统的材料 所以你们去他们的乡下 除了刚刚讲的邪哥 这个非属壁之外 还有另外的一类的材料 就是叫烧山 就是烧掉的 燃烧的烧 山木的山 这叫烧山 这个乡下非常的多 所以建筑都黑黑的 你们看到 日本建筑很多都是黑黑的 其中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山木很便宜 拿去烧一面 烧一面就好了 烧一面之后 碳化之后形成保护层 刚好作为外墙 然后那个烧山 经过风吹雨打之后 会发亮 那这个已经是隔很久了 所以那个 那个的碳化的情形 已经 就是已经很 就是不明显了 已经它表面都 渐渐的剥落了 假如说你在换一批的话 这边会很亮 而且都是黑色 这些都是传统的做法 像这些 传统的记忆 那像这样子的一种的现象 其实到了现在还是有啊 像你看这个是东京 The Midtown 各位相信一定会去的 中城 这个The Midtown 就是在这个 Midtown的大型开发 这个是大型都市更新的 开发案里面 他们在一个设计条件等里面 就要求建筑师 做设计的时候 要表达日本文化之美 那作为这个的主 就是说主要的规划师 还有主要的办公大楼的设计者 美国建筑师SOM 他怎么表达呢 他选择了 他选择了很多的这种铝的 但是他把烤成像木头颜色的遮阳板 就是遮阳板 来象征着日本的美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想说 怎么会咧 的木头就叫日本吗 其实不一定啊 可是你看起来就会说 还真的有这种感觉 那室内的话 这就用很多非常现代的一些材料 再来表现出来 然后像用这种方法 才来做设计的 还有另外一件 就是魏延屋 他把传统的材料 很自然的材料 把它重复的 变成线条的一部分 可能是点 可能是线条 重复的出现 像这个是 就是在马头丁的 就是广虫美术馆 就是广虫是歌川广虫 是画福士会 很有名的一位的画家 最有名的画作叫 东海道53次的这个画作 就是歌川广虫 它的美术馆 你看它在这个作品的里面 都是把木板再一片一片 然后会产生这种光影的变化 然后它另外在2005年的 在长崎的美术馆 它也重复的来做这种使用 可是这个是石材 你近看的时候 那个石材还蛮厚的 还蛮大片的 这个是远看会觉得它蛮纤细 而这么多的线条 其实遮阳板 得遮阳 因为刚好靠南边 要去遮 像它都跟整个的环境 都结合起来 而且将来表现 然后另外的根莖美术馆 它除了这个 这个可能没有 这个用竹子当外墙之外 它的咖啡厅里面的天花 像不像我们的宣子 我们画水墨画的宣子 拿来当做材料的一部分 就在这个空间里面呈现出来了 像这样的一些的手法 其实则在他们 现在的建筑师 也都则在进行着 所以我们会看到 他们在表现他们的特质的时候 怎么样表现传统的特质 这件事情 其实是很多建筑一直都在做 很多建筑一直都在做 而这也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特质 所以放到国际上的时候 很容易就被别人看到说 你的这个很独特 很独特 我们假如说都还是在做 西方人他们那样的设计观念的话 你放到他们那边去 他们当然不以为难 当然不以为难 就是说你做的还不是我做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他们可以在 刚刚讲的那么多的 就是那么多的机会 那么多的 就是在国际上可以胜出的原因之一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值得 我们去做讨论的 那当然背后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是因为他们对于国际化很重视 你看安诚忠雄 非课班的背景 然后根本不会讲英文的人很国际化 对啊 我们突然讲国际化说 我英文要很好 其实安诚忠雄根本不会讲英文 因为他的整个成长背景 当然没有讲英文的这个的机会 可是呢 他真正重要的是他的设计的观念 然后呢 他反正只有一个非常好的英文秘书 所以他本身其实不是靠语言 他的国际化不是靠语言 其实很多日本建筑师语言都不好 都不好 他们是靠他们整个设计的能力 他只要有非常好的一个可以转译的媒介 可能是可能有很多人来帮他翻译的话 他国际上当然会推崇啊 因为他当然懂他在做什么啊 所以他们国际化的倾向其实很普遍的 而这个国际上 他们国际上的非常优异的一个原因 我个人把它推敲出来 这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 他们资质是当然高 因为每个人能力当然是不错 第二个 他们很活跃 他们就在国际上是非常的活跃的 然后他具有国际事业 非常的活跃 然后他跟国际的建筑师的人脉的关系 人迹的关系 实际上是一直存在着 然后呢 他们把他们设计的优秀作品 尽量的发表 尽量的发表出去 当你发表出去的时候 因为现在的媒体 就说以前 就说已经不再像以前 说你一定要出了一本书 别人才会看到 因为现在都是媒体 你今天po上网 其实一秒钟之后 我们的对岸 或者说我们的一千公里外 两千公里外 统统看得到了 你的这个作品统统看得到了 就是这个是因为整个资讯化的工具 则会有改变 然后呢 这个时候 则会接受检验 因为很多人则都会看啊 就说你有没有未来性啊 那有的话则就会被请去 则就会被请去 则去做演讲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则会看起来 他比较容易建立起一个 国际性的人脉 这种的关系 比较容易建立起来 然后另外的呢 他们跟这个国际性 在整个则在交流的时候 我们也开始注意到了 他非常清楚的 就说他会量测他自己 就说他会去了解到 我自己 在整个的国际的思潮的之下 对 到底 有没有什么特色 有没有什么竞争力 他会关心整个的一个 国际建筑的潮流 然后他会想说 我国外建筑是跟我有什么差异 他们都会做这件事情 然后渐渐的看他 然后呢 相互竞争 竞争这件事情 就是在日本很严格的 像这阵子发生的 前阵子发生的 他们东京奥运主场馆 他们后来 杂哈哈迪 不是把他取消掉资格了吗 那取消掉资格的时候 重新办净土 那之后 魏延吴跟伊东李雄 其实两个人竞争的 好厉害喔 因为这个非赢不可啊 那非赢的不可的话 就不会在礼上往来啦 哇他们竞争的好厉害 所以这个是竞争 这个是一个竞争 那其实他们也非常清楚喔 假如说满足于短暂的成果的话 自然会被淘汰 因为他们人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然后就是提高设计品质 其实回归设计绝对是重要 然后他会对未来要非常的清楚 就是不断接受新的挑战 其实像我个人的所接触到的 像因为我一些关系 走跟时尚存业 其实算是相对比较熟 其实我就跟他在聊天的时候 他就觉得他的观念跟我们有点不一样 他就一直都在讲说 我要参加镜图 我看到土耳其的镜图还不错 我想要去看看 我看到芬兰那个也不错 我想要去看看 我看到什么 他想说 你好像把土耳其跟芬兰改得上 好像是你家一样 在台湾很少这样子 台湾很少听到一个建筑师 我要参加一个镜图 这个好不好 这个在土耳其耶 这个在俄罗斯耶 怎么样 其实我们不会这样讨论 因为这个感觉上 是另外一件事情的感觉 只是对于时尚存业 他好自然就讲出 土耳其的这个镜图好有趣喔 我想去参加 假如说我用台湾的角度 这个不是困难很多吗 这个不是好多人要去竞争吗 这个不是要花好多钱吗 土耳其飞过去飞机票好贵吗 其实我就开始用台湾的思维啊 可是他就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他的好多作品都在国外 包含其中的跑到台湾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大的差异 他们把整个的建筑圈 把国际视为建筑圈之一 这件事情我一直觉得 他们在他们年轻建筑师身上 我强烈感受到了 这跟我们年轻建筑师 我们的学生就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的学生还在 就是说还在思考说 我要不要到对岸 我今天要留在中立还是留在桃园 我再想说哇 你从头到尾思考就是中立市 我现在这个人的思考 只是还蛮怪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的思考一直在思考 像土耳其芬兰的这种国家 从来没去过的国家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大的差异 而且他们年轻建筑师身上有 他们看到有这种差异 那当然背后有一个原因是什么 他们不去就没机会啊 因为只能透过净土啊 他们那些年轻建筑师 他们当然背景不好啊 人脉不好啊 经济能力不好啊 每个人都要跟银行者要去借钱啊 通通的都有一些限制的条件 只是他们的那个思考方式 其实我一直觉得还真的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那他去试了 然后成功了 他就变成是国际型了 那没有的话他就在试下一次 所以这个是我一直觉得他们是有 这样的一个特性在 而我个人觉得是一个还蛮重要的 那你看这个有蛮就是蛮多的作品 他们所讨论的 其实都很本质性的问题 像这个是一东李雄他所设计出来的 那个仙台媒体园区 那仙台媒体园区的主要的设计概念 非常简单 如海草般的柱子 非常平的板 还有虚与实的立面 我们听完之后 我们系上二年级的学生说 我也会啊 如海草般的柱子 我也会啊 我明天就做出一个会漂浮的水母 我们二年级好高兴 哦 这样子我也会 就反正海里面的鱼很多 可是呢 这样子一个背后呢 真正所要探讨的是什么呢 其实他真正想要挑战的是什么 当柯比义在1914年 提出了一个domino的时候 他能超越柯比义的domino吗 这个是1914年柯比义他所提出来的 为了住宅 他所设计 他所自己定义出来的一个住宅的原型 三块板 六根柱子 一座楼梯是一个住宅 很多人想要超越他 没有办法超越 而那么一东李雄 他现在超越这件事情 这个是1914年 这是2000年 诶 有没有超越 感觉上有一点点超越了 有一点 但是他所探讨的是这种议题 他所探讨的是这种议题 虽然说刚刚讲的如海草般的柱子 那个他存在是一个设计的想法而已 但是真正他想讨论的是这个 这非常本质 而你一辈子一直都在做这个的讨论的话 你尝试了非常多的话 自然而然就得奖了像魅导和事 魅导和事一东风雄的学妹 的学妹 他也是在讨论这个 所以魅导和事他都是板 只是圆的板 方的板而已 他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那这种事情在做多了 别人看得到了 好吧 普利资格奖给你 对 你有没有觉得普利资格奖 还蛮好得的耶 还蛮好得的耶 当然现在讲穿得很容易 但是其实 就你一直坚持下去 而且不断的以这个为主题来做尝试 不容易喔 其实不容易喔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日本建筑师 他们只会有得奖的其中的一个原因 那最后我这边也要讲了说 他们这样一个的现象 是不是有另外的一个更高层次的 像我们就拿安藤忠雄者为例 安藤他实际上是在日本非常知名的 所以你们一定晓得 那也曾经被台湾请到 那个台湾在大巨蛋里面经过演讲 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有没有看过这件事 啊 晓不晓晓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回去的时候 则被日本的媒体的报导 下的标题是什么 安藤忠雄在台湾的演讲 非常惊讶的有一万人杀到 我在想说我们哪有这样子啊 杀就是杀到的意思 抢破头我要挤着去听演讲 虽然说我也坐在下面 但是怎么没有杀进去啊 其实这种场合一定要去啦 可是呢你有没有注意到 它是很重要 而且日本人还蛮惊讶的啦 就说一个建筑师演讲可以有一万人 他们从来没想过 他们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情 像安藤确实是 安藤就是在国际上 以混凝土的素济屋 素济屋就是刚刚几点五十八 他所讲的那件事情 混凝土的素济屋 来理解安藤的作品 然后从这个作品可以感受到日本 这个国家文化的这种特质 那可是呢对于安藤宗雄而言 他仅止于这样子吗 这是安藤宗雄的作品的一个角落 我们当然可以用非常多的角度 来去说他的一个设计的优点 但是安藤宗雄仅止于这样子吗 其实我们从安藤宗雄的 他的自己发表出来言论的里面 我们看到了安藤宗雄 他所提出来的几个观念 第一个从所有到迈向都市的共用 这个很简单 就是面对都市要共用 第二个则用绿来连结都市的发向 这也很单纯 我们则也都可以接受 反正都市里面有非常多的绿 然后另外创造都市中必要的留白 这个也OK 这个观念我们则都可以懂 这个都是针对实时环境 他的一些的看法 可是最后的一点 这个是我们一直没有办法理解到的 而这个的一点是因为我们没有透过文字 其实刚刚放的都是图片 但是其实背后有非常大的 他们要表达的一些意念 其实透过文字 而我们则在台湾对于日本的了解 较少用文字来解读 所以我们根本没有人看到他在讲这件事情 其实他最后一点他要讲的是 日本的设计力 这个时候他就开始 他就在讲他自己的事情 他就说在整个国际化的进展当中 其实日本人的个性为何 这个就刚刚讲日本人论 日本人到底是什么等等的 他也在想这件事情 然后他就在想说 在以前的日本叫经济大国 可是他在思考的是什么 我们已经不再是经济大国了 我们已经不再是经济大国 因为他们的经济不好 所以我们的国家 到底未来要朝哪个方向来走呢 他认为说是设计 所以他后来写了这样一句话 他会看到整个的日本 他有他的一些特性 非常纤细的感性等等的 然后他也认为说 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其实已经在一般民众身上 就都看到了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一些饮食 他们的料理的 其实这都是刚刚的那样的一些的说明 然后他也认为就是说 就是说支持战后者日本经济发展的 汽车 照相机 家电 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好的生活水 就是说好的生活水准 然后他也承认了 他们的汽车做得好 他们的照相机做得好 家电做得好 其实本来就是国外的 他们的丰田 Toyota很好 他们选美国的福特 他们的Nikon照相机很好 学莱卡 对 都是学别人的 可是他们有能力 他认为就是说 他们原本是出于国外的发明 但是经过彻底的研究与学习 让他们更容易使用各位大众化 如Walkman 手机等等 然后他就认为说 都是在原始的产品上 让他产生新的附加价值 我认为设计力就是指这个日本人 他已经不再否认 我超你 我超你 像刚刚讲的19世纪的时候 他们第一代的建筑师 就是陈也金吴的就是在模仿 这就是在模仿 他也没有否认的就是说 我就是在超你 然后他这样子的一个的过程 他就开始理解到了 然后他就开始想说 我 但是我有能力 可以把这个可以做得更好 然后他就认为说 不应该是经济大国了 而是从设计大国 设计大国 那其实从这句话里面 其实也看到还蛮多的一些的 他个人的看法 就说 发想都是别人 但是 我有能力把别人的发想做得更好 而且胜出原来的比原来的更好 而他认为 这个就是他们的创造性 而他会有这样讲 其实最后所表达出来的 就说 他除了说他自己的建筑物之外 他最后所表达出来的是 对于固有文化的优越性 还有对于国家意向的深层思考的志向 跟企图心 所以就是作为建筑师 他就已经不再是 只是做好设计而已了 而是在想 我怎么样让这个国家的未来 我的国家的下一阶段 我能代表国家是什么 而我透过我的身份 我是建筑师 所以我透过我的设计 可以让这个国家的未来方向 可以呈现出来 所以我觉得从这句话的里面 深深的也看得出来 这个的一个企图心 所以刚刚的整个的过程的里面 其实可以看得到 其实他们非常的有特色 但是对于建筑师本身而言 他思考的更是一个国家的未来 一个国家的象征 而这个已经超越了 纯粹技术性的层面 那我觉得这个是在我们 就是看到他们建筑师的优异的表现 而我认为他们的这样一个特色 是十分强烈的 那我想今天的透过这样一个主题 来提供给各位来做一些参考 那也希望对各位有一些帮助 谢谢各位 关于曾老师他刚才演讲的主题 大家对于日本的文化 或者是建筑师 或者是设计力 一定有很多的好奇心 或者你想更了解的一些东西 那我们现在把握一点点时间 我们开放三位民众 让大家来请教曾老师 来讨论一下 老师您好 您刚刚从茶室提到树基屋 不晓得这两个是有关联 还是不一样的东西 那另外有第二个小问题就是 刚谷口集成您讲到 他茶室作品的一个美术馆 那个位置是在哪里 或者是您可以稍微再多叙述一下 谢谢 好 那个茶室跟树基屋是不同的类型 它是就是说 就是不同的建筑类型 那树基屋比较像 可以在那个住宅 或者说一些书院的里面 就会看得到 所以它是就是 它是不同的类型 但是它这两种类型 背后的那个建筑物是很简洁的 这件事 这个观念是一样的 这是一样 所以曲口舍己是选择茶室 那基天58是选择树基屋 所以他们是分别选择 两种建筑类型 但是它的理念是一致性的 那至于说那个 就是谷狗吉森它的那个是 丰田市美术馆 那个在艾滋县 就在丰田市 丰田市是距离明谷屋 它就在明谷屋的东边 从明谷屋过去还蛮近的 在明谷屋市的旁边 它是那个什么丰田市美术馆 那丰田市美术馆 这个是1990年 那个就是谷狗吉森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美术馆的作品 然后在那个 就是那个作品的在 因为它地形有变化 在第二层的 就是高起来的那一层的 地形的旁边 所以你们要去看那个茶室的话 可能要绕一下才能绕过 就是绕过去 它在美术馆的旁边 它独立的一栋 而这整个全部都是谷狗吉森设计的 所以你们就可以看到两个 其实它在那个茶室的部分 是斜屋顶 因为它都是以传统建筑来表现 但是它把那个茶 那什么茶室不断的简化 非常简洁的 然后来去对照 它在那个丰田市美术馆的 四四方方的那个简洁的 那样子的一些的做法 所以那个可以 假如所有计划 这也可以去看看 这样子 好 谢谢 好像发问了是有奖品嘛 对 就是主办单位非常的 就是非常的亲切 郑教授 我请问一下 要进去茶室的时候 为什么那个门那么小 它的意涵是怎样 它那个其实这就是因为想说 我要从外部就世俗嘛 然后进入到一个很神圣 那当你有弯进去的时候 你就有个进去的感觉 就有个进入的感觉 那它就不像我们一般门的尺寸 像那个茶室它通常会有两个门 因为帮你端那个水的人 它不可能这样弯进去啊 就是帮你端水的那个服务的人员 这边是走一般的门 就说一般的门 就说一般的门 像我们一般的门 那那种门你要从 这样子走进去 你就根本不会有 根本不会有 根本不会有 从一个空间 进入到另外一个空间的感觉 所以则在茶室 他们是 刚刚的设计看到的例子里面 它就故意把门口做得很小 那你就有一个进入的感觉 它主要的是想要象征说 这两个外面这根里面 是完全不同的境界 完全不同的空间 其实主要这个的目的 在这边 是 是 请 我想请教一下曾老师 就是说提到我们本身 身为一个台湾人 台湾的建筑师 跟就是今天接触到 这这么丰富 这么盛宴的那个日本建筑 就说我们怎么样去定位我们 认识我们自己 接受他们以后 去进入国际化 就说明明我们跟他们 差不多啊 台湾那几 那我们怎么去拿这个奖 然后把我们自己 提供出去 其实我一直觉得 假如说从刚刚的那个例子 刚刚的那个议题整来 来看 怎么样那么凸显出 就是那么个人的一些 跟别人的差异性 我觉得这个是还蛮重要的 那刚刚的那个的例子的里面 他们所凸显出他们 就是说差异性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这么一群建筑师 他们一直都在从文化中 找一些创作的一些的灵感 创作的一些的资源 然后这么一群人可能做的是相同的事情 但是每个人他们所选择的素材不一样 像刚刚的有问到素杰屋的 就是曲狗舍戟跟吉田58就不一样 然后呢 那个安藤忠雄跟魏妍妇就完全不一样 其实安藤忠雄他也在表现传统 只是他就选择了清水混淋土 可是呢就是魏妍妇 这个是魏妍妇他自己讲的 就是魏妍妇说我才不要做清水混淋土了 就是因为我一做清水混淋土 我就被别人误以为叫安藤 对啊对啊 这个则就是很刻意的 就是说因为他们都有竞争的关系 就是安藤忠雄他在东京大学 当设计课的老师 完之后是魏妍妇 那当魏妍妇进来的时候 他就绝对要把安藤忠雄 整个割舍掉 整个割掉 就是他就强迫自己 不能用清水混淋土了 就说因为清水混淋土 已经被别人用过了 就是已经被安藤忠雄使用过了 所以他要选择其他的 像他就选择很多自然的材料 把它重复 所以从他们两个建筑师的 原意上面者来看 他们都在从传统 从文化里面找 但是两个人也要刻意的不一样 这个则就是可能我们都尽量讲 我们面对国外的时候 我们面对国外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表达出 我们台湾建筑师跟你日本建筑师 我就是不一样 我就是不一样 这个一定是前提 这个绝对是前提 我台湾建筑师 绝对跟你日本建筑师不一样 然后我们在台湾的建筑师 就A建筑师 B建筑师 C就是C建筑师 相互之间也要讲 我A跟B不一样 B跟C不一样 那假如说刚开始 都有抱持这个意思在的话 其实就一直做一直做的之后 其实最后的成果 就会凸显出这种的差异性 当你一有差异性 很容易就跳出来 我觉得差异性是还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差异性是非常重要的 差异性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种的解释 叫原创 但是原创其实很难解释 那我一直觉得差异性 这种的做法则就是说 反正别人做过我就不做 这个可能有点难 惨了 别人都做过了 完了 我怎么办 可是当你刚开始就选择这个的观念 那时候可能者就赢了 那我再举一个例子 这个都是在日本发生的 在日本有日本一 可能有年轻的学生 就会晓得日本一 就说他们每年的毕业设计 他们都会有一群学生去参加 在仙台参加评选 他们叫日本一 选出着日本的第一名 全日本的第一名 那一年毕业的学生的第一名 那我就有看到了 有一年的 就是他的报道里面 只有看到 有很多学生他去参加 然后就进入到决选的前三名的时候 进入到全三名的时候 他们老师就在讨论 他们老师在讨论 到底要选择谁给他第一名 然后大家都在讲他优点 其中一位委员 就是说一位评审老师 他就这样咦咦啊啊的就撑了很久 他就讲了 我好像觉得他跟某一个国外建筑 其实有点类似 这句话讲完之后 那个学生直接拉下去 虽然说那个学生 很多老师都在讲他优点 优点 优点 但是有一位老师想说 我好像曾经看过的国外某个作品 跟他这个好类似 就是这句话 耍下去 他99%的优点统统没有用 只有那个的一个缺点 他就没有得到第一名了 你看这个例子是在 他们的老师在面对学生的时候 我们台湾在建筑系的时候 可能有在做蛮多前辈 我们的学生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的标准啊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的标准 来看我们的学生 我们的学生 假如说能做得很跟国外建筑 很接近了 我们就好高兴 因为你就说 已经达到某种程度了 我们很难去要求说 你要跟别人不一样 很难 只是在日本的那个场合 我就开始注意到了 他们开始改变了 虽然说那个因为是日本一 要选择全日本的第一名 他们也不得不这样做 他们平常在学校 可能不会这样的观念 那个场合会 但是我就想 那个场合他们就 就已经有这样的观念 说你只要做出东西 让人有直觉说 你跟别人很类似 你就拿下来 你就不能称为第一名 这个时候 其实就非常强烈 可以感受到说 我们跟别人的不一样 就是这种差异性很重要 那差异性的坚持 其实很困难我晓得 非常的困难 因为不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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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惨了 那我到底要做出什么 其实有点难 但是我觉得他们似乎 都是有这个前提在的 所以每个建议是很努力 每个建议是很辛苦 在时尚存业 你们看他好风光 他跟银行借了多少钱 他跟银行借了多少钱 他是借钱在付薪水的 可是他就为了他要做设计 对 他是有借钱 他好不容易 赢了我们台湾的一个国际净土 结果后来被解约掉了 然后他后来拿那个什么赔偿金 去还银行的债 他才40岁而已 他为了什么 他就为了 他的想法可以实现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可能也举这个例子 可以有一些的说明 谢谢 我们谢谢曾老师给我们在场 还有一些建筑界前辈 跟包括我自己本人的一些勉励 那我想老师点出了一些 虽然是从建筑出发 但是其实很多是跟我们台湾 各行各业都有关的 竞争力的议题 那我想今天老师呢 带来非常丰富的内容 让我们大家回去 还可以好好地思考沉淀 那老师自己 我替老师宣传一下 他也有脸书 所以如果你想要再继续讨论 或者是跟老师请教的 就像我一样就打个mail 或者是脸书 直接就可以找到曾光中老师 那我们再次谢谢老师 好 谢谢 好 谢谢各位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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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